第121章 凭啥我是猪 龙院话音一落 梅川胖次郎忽然来了精神 嘴巴一张便要说出真相 就在这时 梅川胖次郎的眼睛忽然瞪得老大 他的眉心处一朵黑色莲花悄然浮现 寒云想都没想 拉着龙院一跃而起 只听梅川胖次郎发出一声惨叫 然后便是一声巨大的轰鸣 他的身体就这么爆了 连在船上还没死的人都被炸得粉身碎骨 甲板都毁掉了 龙院睁大眼睛 难以置信道 我的天 一般不都是用微型炸弹吗 那种炸弹最多也就炸毁心脏而已 像他这种实在太夸张了吧 寒云眉头紧锁 沉生道的确很诡异 看来是幕后黑手丸的手段 这些家伙都已见过我的真容 一个不留 全部灭掉 然后全速赶往鬼岛 早点完成任务 早点回家 省得夜长梦多 寒云话音一落 转身回船舱休息 至于那些手下们则是一个个忙活起来 不留一个活口 包括三艘船都被凿沉 沉入海底 做完这些后 寒云他们全速前进 目标鬼岛 他们走后半小时 一艘大船出现在事发水域 大船上挂着一面旗子 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笼字 大船停下后 甲板上出现两人 正是白铃和那位无姓男子 无姓男子名叫吴刚 是龙神殿总部派来的特别行动小队队长 负责云海的一切事宜 白铃站在甲板上 鼻子耸动几下 便察觉出一丝不对 吴队 好浓烈的血腥卫 这儿一定经历过一场大战 死了很多人 白铃沉生说道 吴刚皱了皱眉 道 何止是血腥卫 这片海域都被染红了 这片海域有很多鲨鱼出没 所以死在这儿的人 应该都被鲨鱼吃光了 白铃秀眉紧促 沉生道 吴队 鬼岛还没到 那些人就按捺不住了 就算真的打杀 也要等拍卖会结束后 再杀人夺宝吧 吴刚摇了摇头 道 你想的太简单了 这次参加鬼岛拍卖的势力太多 其中步伐有许多有诉仇的 这些宿敌之间的仇怨 岂是你能想象的 所以他们一旦见面 肯定会不遗余力的火拼 不死不休 白铃若有所思 点头道 吴队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奇怪 这里还在我们龙国领海范围 到底哪些势力会在这碰上 窝国 南邦国 越侯国 好了 别想那么多了 我们的任务是参加这次拍卖会 其他势力的争端与我们无关 吴刚淡淡地说道 据说这次拍卖会上 可能会出现神器碎片 这件事非同小可 为何上头只派我们前往 就凭我们两个 怎么和各方势力争抢神器碎片 吴队 您别误会 我不是怕死 只是担心我们完成不了任务 哈哈 傻丫头 你呀 实在太嫩了 实话和你说吧 上头已经研究过 这次的神器碎片消息 百分百是噱头 这也是鬼岛观用手段 故意放出一个假消息 引来所有人的关注 就算最终没有 他们也能说 之前的消息只是谣言 如此一来 他们关注度上来了 钱也赚到了 还没任何损失 多完美 你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上头 只派我们一个小队来 又是为什么 我只让你随我一起去 哦 我明白了 我们就是过去走个过场而已 可是 吴队 如果真有神器碎片 那该咋办 我们龙神殿 一直以来都在努力 搜集神器碎片 错过一次 下一次可就不一定有机会了 白灵忧心冲冲到 吴刚轻咳几声 哦 那就怪不得我们了 是上头研究出来的 又不是我们 我们只要尽好我们的职责 做好我们该做的事就行了 好了 别耽误时间了 全速前进 吴刚回到船舱 大船再次启动 白灵站在甲板 心情特别不平静 直觉告诉他 一定会有大事发生 他闭上眼睛 脑中忽然出现一个人影 赫然是韩云 他连忙甩了甩脑袋 想将那个人影甩出去 可这一切都是徒劳 他的脑子里 还是韩云一脸见笑的样子 气死我了 怎么老是那个死色狼的脸 快从我脑子里滚出去 白灵气得胸口不停起伏 他知道 韩云已经成了他的心魔 死色狼 下次再遇见你 老娘一定要报仇 你给我等着吧 三小时后 韩云一行 来到一片迷雾萦绕的区域 韩云特别疑惑 汪洋大海上 出现这么一大片迷雾 实在诡异的很 龙苑走到韩云身边 嘴角微扬 轻笑道 怎么 被这里的雾气惊到了 很正常 毕竟是香巴老进城 头一遭吗 哦 难道你不是第一次来 那你和我说说 这些雾气到底是啥 韩云笑眯眯的问道 我当然知道 这些迷雾 是阵法运转产生的 相传鬼岛有三位岛主 其中一位岛主 是阵法大师 他可以通过布阵 产生非一般的效果 比如这雾气 可以完全遮盖鬼岛 在这片雾气中 哪怕最先进的导航系统 都会被影响 进入其中 所有信号都会被干扰 变成无头苍蝇 到处乱撞 曾经有许多人 想打鬼岛的主意 被这个迷雾大阵劝退了 怎么样 是不是很厉害 韩云双眼微眯 闭上眼睛 将精神力量释放出去 想探查一下这片区域 然而 让他惊讶的是 哪怕他的精神力 都无法冲破迷雾的封锁 尝试了好几下 都以失败告终后 韩云点了点头 道 的确很厉害 我看不破 我也曾经学过一段时间阵法 但却只懂个皮毛 远远比不上那位三当家 师姐 既然这个阵法这么难通过 那我们还怎么进去 说你笨 你还真蠢的可以 如果我们真进不去 还怎么参加拍卖会 诺 看看这个 有他在 我们就能进去 龙院从怀里拿出一块黑色石头 然后将其举起 很快 附近的雾气竟然开始慢慢散去 最后形成一条没有雾气的通道 韩云着实感到神奇 这个阵法大师果然厉害 阵法也挺有意思的 很快 他们便轻松 通过没有雾气的通道 顺利到达鬼岛 鬼岛真的倒如其名 散发出一股阴森可怖的气息 刚一靠近 就让人浑身都不舒服 韩云和龙院感觉更明显 似乎体内的血液都受到刺激 翻腾着 抵抗这股气息 别紧张 我问过师父了 我们修炼的龙血秘点 乃是智阳功法 而鬼岛属于极阴之地 阴阳二历相互排斥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只要我们好好运功护体 这种不适感 就会消失不见 等完全适应 就没任何问题了 龙院一副过来人的样子 师姐发十足 韩云就纳闷了 龙院到底啥时候来的 这么特别的地方 龙院为何不带他一起来 对了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这个给你 龙院递给韩云一个面具 竟然是一张猪脸 韩云一脸嫌弃地 看着那张面具 道 这是啥 你给我这个干嘛 但是啊 参加拍卖会的人 都要戴上面具 否则 一旦拍到什么好宝贝 被人盯上 还不死翘翘 韩云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很快 他又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 师姐 你能不能和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的是猪头 你的却是美女面具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韩云语气平淡 目光灼灼地盯着龙院手里的面具 眼睛像钩子似的 龙院皮笑肉不笑 呵呵道 你说呢 这个面具 不是特别适合你吗 你这么低调 有喜欢扮猪吃虎 不扮猪 合适吗 龙院这话说的 韩云着实无言以对 在看其他龙血成员 没一个是猪 要么漂亮 要么霸气 看到韩云看他们 他们一个个紧张起来 将自己的面具护在怀里 韩云不禁冷哼一声 道一个个的激动啥 又不是下金蛋的母鸡 捂在怀里 还以为老子会抢你们的 老子就喜欢这猪面具 谁来也不换 韩云戴上猪面具 和众人一起 上了鬼岛 作为龙血代表团 他们一行人 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 不过作为主宰的他 却成了妥妥的配角 毕竟谁也不会想到 堂堂龙血主宰 会戴猪头面具 龙院作为队长 走在最前面 韩云自觉退到最后 怕影响了龙血的气势 让韩云意外的是 鬼岛竟然修建的有模有样 拔车道的宽马路 接送车辆 都是清一色的豪车 再看这儿的建筑物 也都特别现代 净显繁华 五年没来 没想到 鬼岛的变化 竟然这么大 堪比翻天覆地啊 龙院不禁感慨道 韩云忍不住问道 有这么夸张 世界 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怎么建成这样的 我实在很好奇 这还搞不懂 真笨 龙国基建全世界第一 只要是龙国人想做 就没做不成的 鬼岛岛主这么识实物 龙国肯定全力支持他了 说真的 我都想让龙血加入龙国 可是 师父他老人家 每次听我这么说 都把我一顿痛骂 都不知道为啥 第12章 你确定要杀 龙院的脸上写满问号 韩云却忍不住笑了 师姐 师父他老人家说的那么明白 让我们不要和龙神殿接触 你觉得 这会是什么原因 龙院脑子转得很快 立刻明白韩云的意思 道 师弟 你的意思是 我们龙血和龙神殿有关系 甚至有仇 而龙神殿基本上代表龙国 所以 我们龙血永远都不可能加入龙国 韩云一脸无语道 你还真想加入龙国呀 你可别忘了 我们龙血本质上 还是黑暗世界的一员 我们代表黑暗 黑暗的组织 哪有那么容易洗白 我们能不和龙国为敌 不和龙神殿接两子 已经很不错了 韩云说话间 忽然感觉到 一股熟悉的气息 这股气息一出现 韩云的目光立刻看过去 只见一辆汉马 从他们车旁飞驰而过 韩云绝对不会感觉错 车上绝对有人认识的人 而且确定就是白灵 龙神殿派人来 韩云并不意外 可是 龙神殿既然派白灵 这样的小虾米来 韩云实在有点想不通 而汉马上的白灵 也是猛的一惊 然后连忙回头 看向车后 这一举动 让吴刚感到诧异 忍不住问道 白灵 你怎么了 在看什么 白灵对韩云的气息 特别敏感 所以 只有许多大势力 才会收到邀请韩 韩云应该不可能来得了 白灵回过神 微笑道 没事 吴对 我只是看到这的夜景很美 忍不住多看了一眼 吴刚没想太多 点了点头 道 鬼岛的夜景的确很独特 一会儿到了休息的地方 我再带你到处看看 五年前 我曾经来过一次 对这儿 我熟得很 吴刚目光紧盯着白灵 哪怕隔着面具 都能感受到 他炙热的眼神 不过白灵根本没注意这些 他心里还在嘀咕 到底有没有感觉错 韩云这边 有点头疼 他已经确定 白灵肯定来了 而且 白灵的特殊能力 让他感到十分头疼 哪怕他再怎么收敛气息 隐藏修为 那女人都能认出他 就因为那种 所谓的熟悉感觉 这种事 想想都很操诞 韩云想了想 目光看向龙月 道 师姐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像我们这样 修炼龙血密点的 气息是不是很特殊 龙月点了点头 道 是啊 我们的真气 与常人真气都不同 你知道的 血龙真气 比一般真气强大得多 所以 同等级战斗 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越急而战 我们也很强 越打越猛的那种 怎么 这种常识的东西 你还要问我 韩云呵呵笑了笑 这些我当然知道 我现在想知道的是 如果我们隐匿气息 会不会被人察觉到 血龙真气 这怎么可能 我们的血龙真气 一旦隐匿 外人是绝对发现不了的 不对 师父 曾经和我说过 有一种人 开启天眼灵觉 就能察觉到 一切隐匿的气息 不过 那种人几乎不可能存在 所以 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 龙院说到这儿 忽然皱起眉头 一脸疑惑地看着韩云 道 不对 你忽然问这个干嘛 难道你遇到过这种人 韩云苦笑一声 道 应该 是吧 我晚上出门 不巧就遇到一个 当时我隐匿气息 却还是被他感应到真气 还说我的真气特别熟悉 刚才我已经察觉到那个人 他也来鬼岛了 龙院的双眼微微眯起 冷声道 你的意思是 你的身份 已经被那个人识破了 这么说来 只有让那家伙彻底消失才行了 韩云叹了一口气道 那人是龙神殿的 你确定要杀 龙神殿的 你咋招惹龙神殿的人 不是说得清清楚楚 不要招惹他们吗 龙院没好气地说道 韩云一脸无奈 这能怪我 我不招惹他 他主动来招惹我 龙神殿既然派他来 证明他的身份 一定很不一般 要是真杀了他 势必会带来许多麻烦 所以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想办法 掩盖我的血龙真气 师姐 你才思敏捷 应该有办法吧 韩云不忘拍出一记彩虹屁 不过 这马屁 貌似没起作用 龙院躺在座椅上 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 别胡思乱想了 我哪有办法 就算有 你也不会答应 什么办法 龙院扭过头 笑眯眯地看着他 嘴唇动了几下 没发出声音 韩云一读唇语 脸色一阵发黑 那分明是四个字 和我上床 师姐 你就别误会我了行不 天天整这个 我真受不了啊 韩云一脸苦涩道 龙院这次并没生气 而是叹了一口气 道 我实话实说 你爱信不信 你的血龙真气 属至羊中的质羊 而我的血龙真气却很特别 阴压着羊 否则 我早就成验们了 正因为我的体质特殊 所以 我只能找你 其他男人受不了 而只有我 才能让你的血龙真气 更上一层楼 这样的话 某些人就不会感觉熟悉了 龙院说得十分详细 还给韩云投去一个 挑衅的眼神 有种你就把老娘推倒啊 没中的话 那就别避避 韩云就当没听到 他最讨厌这种 被人吃定的感觉 龙院越这样 他越不想干 大不了之后的一段时间 他离那个白龄远点 就算真被发现 咬死不承认 他还能吃人不成 很快 他们来到住处 一座宫殿般的大酒店 韩云不禁疑惑 带这么大的酒店 到底为了啥 为了岛上的居民 那些人没事干来酒店的吗 可是 如果只是为了 五年一度的拍卖会 那就更夸张了 这得多好啊 龙院仿佛会读新术 一下子猜中韩云的想法 呵呵笑道 是不是在想 为何会有这么一座 豪华的酒店 其实 这座酒店 就是为了拍卖会儿见 古玩行有句老话 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 而鬼岛更狂 五年不开张 开张 呵呵 何止吃五年 第123张 把你烤了 做成烤串 龙院的话 让韩云不禁感慨 这个世界果然很神奇 穷得穷死 想赚钱的 闭着眼睛都能赚 他们住进安排好的房间 这规格 不亚于总统套房级别 韩云坐在沙发上 忽然想到一件事 事件 这次拍卖会 大概开多久 明天一天 除了拍卖会外 还有别的节目 否则也不会五年 搞一次了 啊 你怎么不早说 我得和我姐说一下 不然她找不到我 肯定会担心 韩云掏出手机 忽然想起来 现在已经出国了 国际长途打不出去 龙院呵呵一笑 道 你不用打电话给姐 我已经和她说了 我说我和你一起出去玩 后天回家 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还让我俩十点回去 最好旅行结婚什么的 龙院的话 让韩云尴尬无比 不过 转念一想 这种话 韩云还真说得出来 然而 龙院忽然话风一转 冷横道 不过 你想通知你其他女人们 那就别想了 上了鬼岛 就与外界断了联系 除了鬼岛自己的通讯方式 其他人 就等于与城市隔绝 哼 你也不用这么着急 一天而已 你的总裁老婆 就像你想的发狂了 你呀 还是别再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就凭你在秦家的待遇 我都为你感到难过 太苦逼了 龙院打击起韩云来 绝对毫不犹豫 韩云尴尬地笑了笑 道 师姐 你想多了 我只想通知一下我姐而已 那我们现在干嘛 就在房间里躺着啊 龙院的嘴角 扶起一丝邪笑 道 除了躺着 当然可以做点别的事 龙院直勾勾地盯着韩云 一条大长腿 直接架在韩云肩膀上 俯身贴了过去 然而 没等韩云说话 他便轻蔑一笑 道 不过 我敢给你敢要吗 垃圾一个 韩云丝毫不怒 反而很配合地笑着点头 道 没错 我是垃圾 不敢要 如果拍卖会还早得很 那我先去房间睡了 这个点 还是睡觉最舒服 韩云打了个哈欠 朝龙院挥挥手 朝安排好的房间走去 龙院咬了咬牙 喊道 睡睡睡 睡你妹呀睡 我想出去走走 你陪我一起 韩云一脸无语地看着龙院 道 不要了吧 在房间里还能不戴面具 出去就得戴 很丢人的 另外 有人能认出我的身份 我要是出去 被人认出来 那就麻烦了 切 我和你一起出门 都不怕丢人 你怕什么 就算真被人认出来 他也不敢在鬼岛做什么 以后你咬死不承认就行了 哎 好像真是这回事 那我也不想出门 在房间躺平多好 外面阴森森的 有什么好看的 我想出去 让你陪一下都不行 好 那我现在脱光 去你房间 我们一起躺着 啊 我忽然感觉房间挺慢 出去走走挺好 龙院真想一巴掌拍死韩云 忍住没拍 足以证明 他对韩云是真爱 两人一起离开套房 至于龙雪其他高手们 则是一个个得到命令 不要到处乱跑 如今的鬼岛各方势力云集 龙雪虽然在黑暗世界 占据主导地位 但在树敌这点上 他们认第二 就没人认第一 尤其韩云击败黑暗界四大天王后 各方势力对龙雪既敬畏又痛恨 那些人没一个好东西 如果有暗算的好机会 他们一个都不会放过 所以哪怕鬼岛上禁止私斗 也要小心谨慎 免得遭人暗算 韩云和龙院走出酒店大门 韩云忽然发现 相比之前刚来时的不适应 现在的他 明显感觉舒服不少 不但如此 韩云稍微运转一下功法 便能感觉一股特别的力量 涌入他体内 让他感到特别舒服 龙院看到韩云舒爽愉悦的表情 微笑道 感觉到了吧 这就是鬼岛的神奇之处 据说鬼岛底下 有一条半死的灵脉 这条灵脉 还能释放出灵气 什么灵脉 这下面还有那东西 师姐 你别开玩笑了 师父说过 如今末法时代 灵气几乎枯竭 原本的修士转而修武 才有了武修当道的时代 如果真有灵脉 就凭鬼岛的实力能守得住 我就不信 他们已经强到没人敢惹的地步 韩云实在很难相信 毕竟在逻辑上实在说不通 龙院却是一脸认真道 你太小看鬼岛了 鬼岛的底蕴 比你想象的深得多 据说和龙国的道盟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加上三位岛主 实力都非同一般 谁敢觊觎鬼岛 必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鬼岛和代价相比 自然显得微不足道 韩云听到这番话 心中这才了然 师姐 被你这么一说 我对鬼岛也更加好奇了 这儿有什么有趣的地方 带我去看看吧 韩云微笑道 龙院清了清嗓子 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道好吧 那我就勉为其难 带去你逛逛吧 龙院挽着韩云的胳膊 看了一眼他的猪面具 嘟囔了一句 真丑 韩云不禁一头黑线 丑能怪他 还不是这傻女人的杰作 摊上这么一个师姐 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 很快 他俩就来到大街上 这儿的人 有着各种肤色 说着各种语言 大街上 有不少小摊 还有许多门店 繁华中透着浓浓的熟悉感 似乎和龙国的街道特别相似 不过这个点 除了一些大城市 很少这么热闹 龙院拉着韩云的手 跑到一个烧烤摊前 信冲冲到 就是这家 我五年前就在这家吃的羊肉串 味道太好吃了 离开鬼岛后 我就再也没吃过 那么好吃的羊肉串 今天我一定要吃得够 韩云忍不住笑了 道 师姐 你这话说的 也太夸张了 我俩去过多少地方 什么好吃的羊肉串没吃过 这一家就这么特 韩云话没说完 目光扫到烧烤摊的老板 只是一眼 他的眼睛就瞪得老大 他感觉到一股无比强大的气息 正是从那位老板身上散发出来的 韩云基本肯定 这位老板的实力 绝对不比他弱 关键是 从外表看 这位老板 也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老头 平平无奇 若不是他的动作太夸张 韩云也不会震惊侧目 只见那老头一只手 拿着一根烧烤叉 上面插着一个大洋腿 另一只手一掌 对准烧烤架 一盆凶猛的火焰 从烧烤架中爆出 他竟然在用真气催动火焰 武者修炼真气很不容易 消耗比恢复快得多 这老头竟然把真气当古风机用 实在太猛了 龙院站在那儿 死死地盯着 不知不觉 他的嘴角都湿润了 他激动地抓紧韩云的手 道 师弟 你看到了吧 这就是这家烧烤的神奇之处 所有的烤肉 都是用真气烤熟 然后再分别切成小块 用铁签串上 除此之外 再加上老板的秘制洒料 那味道绝对让你终身难忘 不过老板有规矩 每个人最多只能吃三串 超过三串 就算给再多钱也不卖 师弟 要不待会儿 你的三串也给我吧 我看你这表情 应该是不想吃的样子 龙院的话 让韩云一阵无语 什么叫他不想吃 他光是闻到这味道 就已经食指大动 再加上龙院刚才一番讲解 他的好奇心都要爆了 再看一眼店里 坐满了人 甚至还有人在外面蹲着 这得多火爆 才能做到这种程度 关键是 这位老板的实力 还如此可怕 这样的强者 绝对不是无名之辈 可是 为毛这样的人 会在这卖烧烤 随便干点别的什么事 也比卖烧烤赚的多吧 龙院兴冲冲的对老板道 仇伯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龙院啊 五年前 我来您这吃过烤串 记得记得 你就是那家伙的弟子 上次吃了我三串羊肉串 非要再加几串 不加就像我摊子 这次 你可千万别这么做了 否则 老夫不会再给你师父面子 把你烤了 做成烤串 姐姐姐 老者打断龙院的话 说到最后 发出一阵阴冷的怪笑 听得人紧被发凉 韩云眉头紧皱 这老头怎么看都不是好人 说的话 更不是正常人能说的 若不是这条腿 确确实实是羊腿 韩云真有点担心 这里卖的会不会是人肉 最重要的是 老头威胁龙院 这让他很不爽 虽然龙院刁蛮任性 有时候让他很头疼 但毕竟是他的师姐 当着他的面 小声道 别生气 裘伯和我开玩笑的 他是师父的朋友 上次我太过无礼 差点被他教训 他瞧出我的身份 就没把我怎么样了 你可别把仇伯惹火了 否则 没有好吃的羊肉串 我会揍你哦 龙院显然都快忍不住了 可是 着急也没用 还有那么多人在排队 他们只能慢慢等 老头烤好那只羊腿后 拿起桌子上的弯刀 很快将羊腿上的肉 都片了下来 那些食客们都站起身来 目光灼热地盯着那些肉 老头也不着急 拿起铁签 将一块块羊肉串了上去 羊肉散发着极其浓郁的香气 那种香味 估计是人都无法抗拒 所有人都不敢乱动 只是静静地看着老头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果然 老头忽然一拍桌子 所有羊肉串都飘了起来 然后 老头运转真气 每人三串 将这些羊肉串 全部射了出去 非常准确地扎在每个人面前 韩云不禁睁大眼睛 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老头这一招用得太骚气 完美展现了他的实力 还有对真气的控制力 韩云的眼睛在发光 如果他能学到这招 以后玩非针非刀之类的 还不更加得心应手 老头分到最后 刚好剩下六串 他冲龙院咧嘴一笑 道 小丫头 小伙子 你们来得还挺巧 刚好剩下六串 看在你们师父面前 给你们打个八折 就说你们八万美金一串吧 韩云本来还挺开心 毕竟刚好有他的份 万万没想到 老头语出惊人 打八折还八万美金一串 也就是说 这玩意儿原价是十万美金一串 开什么玩笑 这是什么羊 就算金子做的 香钻的 也卖不了这么贵的价格吧 龙院却很开心 果断开始扫码 没错 就是扫码 这里竟然支持扫码 扫码结束 四十八万美金 就这么赚了过去 韩云整个人都不好了 难怪这位高手 选择在这卖羊肉串 这样的羊肉串 何止是暴利 简直是无法形容 他被龙院拉到一边时 还处于失神状态 这样的冲击实在太大 一时之间 他缓不过劲 龙院倒是很无所谓的 将烤肉往嘴里送 韩云立刻抓住他的手腕 道 师姐 你疯了 这么贵的羊肉串 你也买 八万美金 我能买多少头羊 够你吃多少年 羊肉串了 这玩意儿能退吗 能退就快退了吧 龙院连忙正开他的手 没好气的说道 韩云 你是不是傻 求不看在 我们师父的面子上 才给我们打了八折 换做别人 根本没这个优待 区区四十八万美金 能买到这种人间爵位 这次来鬼岛 已经不须此行了 龙院说着说着 抓着烤串 狠狠撸了一口 然后 他便露出 一脸陶醉的表情 仿佛吃的不是羊肉 而是龙肉鲜肉 韩云顿时心仰难耐 毫不犹豫地抢走一根 龙院顿时急了 大喊道 你想干嘛 快把羊肉串还给我 说吧 龙院朝韩云手里 羊肉串抓去 韩云十分灵巧地躲开 然后飞身来到远处 看着手中香气扑鼻的羊肉串 他下定决心 咬牙道 反正钱已经付了 不吃白不吃 我倒想看看 这玩意儿 到底好吃到什么程度 韩云话音一落 将羊肉串横在嘴边 狠狠撸了一口 下一秒 他的表情呆滞 愣在原地 仿佛丢了魂 第124章 让我送你上路 这是啥神仙味道 这玩意儿 比他这辈子吃过的 最好吃的东西 那家臭豆腐 还要好吃 韩云连续吃了好几口 忽然感觉浑身一阵温热 似乎体内 生腾起一股热流 这股热流在他体内游走 竟让他生出一种 血脉奔章的感觉 这玩意儿 绝对不是普通的羊肉 韩云的目光 看向那位仇性老者 低声道 前辈 这到底是什么肉 我想 应该不会是羊肉 那么简单吧 老者没再继续烤肉 而是点燃一根雪茄 深吸一口气 再吐出一盆烟雾 他斜片了韩云一眼 道 小伙子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这些肉 都是我从羊腿上切下来的 难道还会是别的肉 你不会想说 我烤的是人肉吧 老者说到这儿 发出阴厕厕的笑声 一番话 让所有吃烤串的人都停住了 其中一些人停住几秒 又开始继续品尝 也有些人一直保持着凝视姿态 心里明显有些发慌 这些人就算再怎么贪吃 知道是人肉 肯定也会发出 龙院瞪了韩云一眼 没好气的说道 师弟 你在乱说啥呢 仇伯怎会用人肉做烧烤 我们又没瞎 是不是人肉 我们还看不出来 别在这儿乱说话 影响我们胃口 韩云眉头紧皱 陈生道 我当然知道不是人肉 我只是很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羊 血肉中蕴含 如此强大的力量 难道说 这种羊从小到大吃的 都是天才地宝不成 哈哈 不愧是那家伙的弟子 果然眼力过人 没错 我的羊肉串 用的都是我亲自饲养的多宝羊 这种羊从小到大吃的 都是人参路容灵芝之类的药材 过着神仙般的日子 我在他们最肥美的时候 将他们宰杀 再用上我独门秘制的烧烤料 才有了你们现在 吃的羊肉串 现在你们知道 为何我卖的这么贵 你们绝对亏不了 嘿嘿嘿 仇信老者 发出一阵阵怪笑 让人有种几倍发凉感 他若不笑 可信度绝对高 现在这么一笑 某些人心里 有点毛毛的 龙院丝毫不理睬那些 反正以前吃过 怕得毛线 韩云不再吭声 三下五除二吃完 很快 在场中人的脸都胀得通红 其中一人竟然流出鼻血 隔着面具 都能看到 鼻血顺着下巴往下滴 我来的草 这真是大补啊 韩云发现 仇信老者之所以规定 一人只能吃三串 原来是怕吃的太多 这些人身体承受不住 仇信老者计算的也很准 三串刚好是一般舞者承受的极限 这里的一般舞者 指的是 能被鬼岛邀请的最低级别舞者 至于他和龙院这种 吃下三串羊肉后 只是感觉体内气血翻腾 并没任何不是的 韩云现在明白 怪不得龙院五年前 吵着还要吃 吃不够的感觉 实在太难受了 龙院捅了捅韩云的胳膊 低声道 师弟 我们俩一起出手 能不能打败那老头 韩云嘴角微扬 请笑道 师姐 这样做不好吧 为了吃更多烤串 对一个老前辈出手 还是师父的老友 是不是有点过分 龙院狠狠瞪了韩云一眼 嚷嚷道 你知道啥 这老头定过规矩 只有打败他 才能随便点 刚才你已经感觉到 肉串带来的好处 如果能多吃几十串 我们的实力 肯定能更上一层楼 韩云一脸无奈道 师姐 你让我和你一起来 不会就是为了这个吧 你想想看 像这种羊肉 这老头肯定天天吃 加上他是师父 那一级别的老前辈 实力极高 就算我俩联手 我也觉得 学 龙院正要继续劝说 仇性老者 忽然哈哈大笑道 有意思 真有意思 那个老东西 倒是收了个有趣的徒弟 在自知之明这方面 小丫头 你比不上他 一个真正的强者 最重要的一个品质 就是有自知之明 只有这样 才能活得更加长远 不至于年纪轻轻 把命丢掉 龙院听到这话 立刻不服气地插着腰 道 不达怎么知道结果 我就搞不懂了 你明明知道 我和我师弟 可以扛得住三串羊肉 为什么不让我们多吃点 该付多少钱 我们付就是了 还说是我师父的老友 身为老友 就这么对老友的徒弟 谁规定 我先对你们 你们又能把我怎么着 小丫头 人贵知足 别为了一点点好处 就变得盲目 否则 真会死的 仇信老者说到这儿 目光看向韩云 一股无比强大的气息 从他身上爆发出来 原本平静下来的烧烤架 忽然窜起数米高的火蛇 火蛇竟然在空中不断凝行 最后化为一颗龙头形状 龙头朝四周喷射着火焰 这一景象特别壮观 好高明的控火手段 我本以为 我们龙血的朱雀控火之术 在绝对强大的实力前 他只有认耸的份 师弟我们走吧 这老头的实力太强 我俩联手 估计真打不过 鬼岛本来就禁止私斗 我们犯不着 为了几串羊肉 打这种无聊的架 龙院挽着韩云的胳膊 就要带他一起离开 然而 让他诧异的是 韩云竟然没被拉动 就这么站在那儿 仿佛脚下生了根 仇信老者静静地与韩云对视 越对视 仇信老者脸上的笑容就越浓郁 一股强烈的战意 渐渐释放出来 小子 想斗一斗 呵呵 的确有这个想法 不过 前辈 鬼岛禁止私斗 我们要是打的话 被赶出鬼岛 可就不好了 哈哈 傻小子 规矩是人定的 人当然也能改 只要你有改规矩的能力 再说 我俩只是切磋而已 切磋这种事 怎能说是私斗呢 对了 忘了自我介绍 我的名字叫求万里 谁敢招惹我 我能追其万里 杀其身 灭其魂 仇万里话音一落 一股更加狂暴的力量 从他体内爆发出来 有火焰凝聚出的龙头 朝韩云发出一声嘶吼 然后盘踞在老者头顶 时刻中 实力比较弱的人 已经逃得飞快 剩下的人 自认为实力超强的 才选择观战 很快围了一圈又一圈 韩云淡然一笑 啊 求伯 我的名字不能说 仇家太多 我怕被人惦记 至于切磋 我们还是悠着点来 毕竟我们还算有些渊源 没啥必要的话 还是别 韩云话没说完 那头火龙便呼啸着 朝韩云咬来 一点招呼都不打 韩云将龙院推到一边 自己飞身而起 迎了上去 韩云选择赤手空拳 明天见太特别 韩云怕被人认出来 尤其被仇万里 要是引来别人的寂予之心 接下来的日子 想安宁都不行了 韩云将真气凝于拳头上 一拳轰出 正中火焰龙头 韩云感觉 一股无比炙热的气浪扑面而来 不光如此 那股炙热的气息 还冲入他的经脉 似乎要从内部摧毁他的身体 可是 韩云的血龙真气 也不是吃干饭的 很快 血龙真气便如同铜墙铁壁 将那炙热的气息全部阻挡 没有一丝能伤到韩云 仇万里一脸惊讶到 好小子 估计要不了多久 你的实力就能超越你师父 那家伙果断眼光独特 竟然让他捡到你这样的宝贝 韩云忽然被夸 实在有些不好意思 他还是第一次被男人喊宝贝 那头皮麻的呀 很难用言语形容 韩云强忍着不是 咧嘴笑道 邱伯 你的攻击伤不了我 还是别做无谓的事情 快点给我们加串吧 就加一百串就行了 哈哈 加串 还一百串 好多年没遇到 像你这种口气大的小伙子了 行 只要你能扛住我三成的力量 我就让你随便吃 丑万里话音一落 气息陡然爆发 比起之前强大了好几倍 韩云顿时感觉压力山大 竟被震退十几步 体内气血翻腾 差点喷出一口血 韩云惊讶万分 他本以为丑万里 刚才已经使出全部力量 我也曾想 竟然只是区区一点点 如果这老头不是装逼的话 他的实力到底强到什么程度 韩云无法想象 丑万里笑眯眯的看着韩云 道 怎么了 我才用了两成不到的力量 你就扛不住了 扛不住的话 可以和你师姐一起玩 反正结果都一样 多一个不多 少一个不少 我来的草 姓丑的 你在乱说什么 什么叫结果 都一样 我是不想出手 吓了你这老头 别人还说我不遵老爱又医 师弟 快出手啊 是这老头先动手的 鬼倒的人 也怪不到你头上 龙院冲韩云大喊着 自己却没动手的意思 韩云无语得很 搞得半天 他还是被荡枪使了 他叹了一口气 道 师姐 你说得到轻松 要不换你来试试 龙院立刻轻哼一声 道 来人间的战斗 我掺和干嘛 我只要在一旁观战 看你打败这老头 给我尝尝脸 太阴险了 丑万里冷冷一笑 道 你们伤一完没有 伤一完了 我们就继续 被耽误时间 我可是很忙的 说吧 韩云再次感觉压力增加 火龙朝韩云张开锯口 一口将韩云吞了下去 风驰电掣之间 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 韩云整个人置身火焰之中 蕴含强大真气的火焰 疯狂攻击着韩云的护体真气 韩云明显处于下风 龙院见状 这才急着喊道 丑伯 您别太认真 只是随便切磋切磋 就当你指点一下晚辈 玩这么疯干吗 丑万里宁笑一声 道 指导晚辈 我可没那个义务 既然是战斗 那就是生死之战 生死之战 岂能玩呢 龙院脸色一沉 道 丑万里 你是玩真的 你敢伤我师弟一根毫毛 信不信我师父过来 要了你的命 要我的命 你也太高看 你师父了 实话告诉你 我和他才不是什么老友 而是死敌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见到他 将他碎尸万段 以削我心头之恨 五年前没对你出手 是因为你的实力和天赋 没有让我出手的必要 现在不同 忽然冒出这小子 这小子的天赋绝佳 日后成就绝对超过你师父 仇敌嘛 有一个已经很头疼 要是再多一两个 我的日子怎么过 所以 我必须将危险扼杀于萌芽之中 早点送这小子上路 丑万里说到这儿 爆发出的气息更加强盛 龙院急了 手掌一翻 手里出现一把短刀 然后冲向丑万里 狠狠朝他胸口刺去 丑万里冷冷一笑 随手朝短刀一抓 便将短刀抓在手中 任凭龙院怎么用力 都无法挣脱丑万里的手 龙院何曾吃过这种亏 连忙运转血龙真气 想要振开丑万里的手 丑万里却一脸凝笑 道 小丫头骗子 就凭你的血龙真气 想伤到我 简直是天方夜谭 既然你们师父没教好你们 以至于你们这么放肆 那么 就让老子替你们师父 好好管教管教你们吧 丑万里说到这儿 一掌朝龙院拍去 眼看着一掌即将拍中 一声巨响 忽然从火焰中传出 只见韩云手持敏天剑 一剑将火龙毁灭 可怕的剑气席卷开来 将整个烧烤摊毁灭 丑万里脸色一变 一回头 敏天剑已经朝他刺来 丑万里慌忙间 抢过龙院短刀 迎上韩云这一剑 未曾想 短刀与剑尖碰撞的瞬间 竟直接破碎 仿佛纸糊的一般 韩云攻势不减 依旧朝仇万里刺去 刺中仇万里肩膀 将其洞穿 最后没入临近的一棵大树中 猖狂不可一世的仇万里 就这么被钉在那里 一脸惊骇 动弹不得 想杀我 就凭你 既然你不是我师父的朋友 那么 就让我送你上路吧 第125章 你快认诵吧 韩云语气冰冷 目光更是冰冷 杀一番疼 然而 仇万里却很快 从惊恶中清醒 瞬间爆发出 无比强势的力量 直接将韩云震的倒飞而出 明天剑从球万里 尖头拔出 顿时鲜血飞溅好几米 球万里脸色阴冷 浑身散发着惊人的煞气 韩云气势丝毫不弱 因为他感觉到 他的力量真的变强了 比起以前要强大得多 哪怕仇万里 此时散发出的气息 再怎么可怕 他都丝毫不拒 龙怨呆呆地望着韩云 他没想到 韩云的实力 竟然变得这么强 哪怕以前进入狂暴状态 也比不上此时爆发出的气息 这还是以前那个 他可以偶尔欺负的小师弟 光是这气息 他都无法抗衡 球万里恶狠狠地盯着韩云 冷声道 小子 你竟然隐藏实力 倒是老子小看你了 不过 你别太得意 就你这点实力 老子还没放在眼 瞬万里话没说完 韩云瞬间出现在他面前 敏天剑直接刺取 不得不说 敏天剑的迈向 实在差了点 袖极斑斑的一把剑 估计人给收破烂的 都不一定会收 瞬万里却不敢有丝毫掉以轻心 毕竟这把破剑 能轻易毁掉龙院的短刀 光是这一点 就足以证明他的不凡 瞬万里伸手一抓 之前的烧烤叉飞到他手中 烧烤叉入手 瞬万里的气息陡然爆发 瞬万里挥动烧烤叉 迎上韩云这一剑 剑叉碰撞的瞬间 原本处于沉睡状态的乐乐 忽然惊醒 然后无比欣喜到 是盗气 顶尖的倒气 主人我要吃了他 吃掉他 我应该能恢复万分之一的力量了 韩云瞳孔收缩了一下 乐乐的话实在劲爆 不光是因为 这根烧烤叉竟是顶尖倒气 更关键的是 这件顶尖倒气 竟然只能让乐乐 恢复万分之一的力量 万分之一的力量 是顶尖倒气 敏天剑全胜时期 那得多强大 韩云怀疑 乐乐在吹牛 不过 此时的他 没时间想太多 敏天剑已经和烧烤叉撞在一起 而烧烤叉却发出一阵痛苦的嗡鸣 身为烧烤叉主人的仇万里 感受最明显 他分明听到气灵痛苦的嘶鸣 仇万里大惊 连忙撤离 想让烧烤叉与敏天剑分离 然而 让他震惊万分的是 敏天剑竟然吸住了烧烤叉 并且加快速度 吞噬烧烤叉的力量 仇万里顿时尖叫道 这是什么剑 他在吞噬我发气的力量 他是魔气 是魔气 仇万里猛然爆发强势力量 将烧烤叉抽回 然后飞退十几米 与韩云拉开距离 他检查完烧烤叉后 惊讶发现 烧烤叉的品阶 竟然从顶尖倒气 下降为下品倒气 气灵虚弱至极 似乎要挂了 这种事 他听都没听过 乐乐意犹未尽 传音道 主人 您怎么不抓紧点 我差一点点 就能把它吸干了 韩云一脸无语道 这也能怪我 明明是你本事不大 还说什么能吞掉他 吹牛吧你 我吹牛 乐乐的声音提高八度 特别不服气道 我可是鼎鼎大名的敏天剑 传说中的 算了 现在和你说这些 你也不懂 快出手解决那家伙 他的心已经乱了 现在出手 绝对是最佳时刻 韩云正要出手 求万里忽然仰天大吼 混账东西 你竟敢毁了我的宝贝 我要和你拼命 求万里挥着烧烤叉 再次朝韩云刺去 韩云浑然不惧 眼看两人又要碰撞在一起 一道身影 忽然横跟在二人中间 那是一个蒙面人 看身形 应该是一个女人 女人双手平身 竟分别抓住敏天剑和烧烤叉 烧烤叉被抓后 力量瞬间被压制 一点都不能动 敏天剑不同 被抓住后 还在奋力挣扎 女人冷哼一声 手中荧光一闪 敏天剑就不能动了 乐乐极度不爽的声音 在韩云脑中响起 气死我了 主人 这女人很强 她把我封印了 你打不过她 快认怂吧 韩云听了这话 顿时不爽了 还没打 就让她认怂 哪有这个道理 她正准备出手 求万里竟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 一脸惊恐道 盛世大人 您怎么来了 我不来 来鬼岛的客人 就被你得罪完了 愁万里 你是不是以为 你修为高 就能在鬼岛肆意妄为 蒙面女人语气冰冷至极 愁万里吓得脸色发白 连忙一个劲的磕头 不不不 盛世大人 您误会小的了 小的绝对没有那个想法 实则是 是这小子胆大妄为 主动闹事 小的才逼不得已出手 虽然以大欺小 但小的这么做 都是为了维护鬼岛威严 请盛世大人明断 求万里说到这儿 荣愿忽然跑上前 怒喝道 这位盛世前辈 您千万不要被这个死老头蒙蔽了 我和我师弟 万里迢迢赶来鬼岛 参加五年一度的拍卖会 闻到肉香 摆这儿买烤肉 没想到 这家伙仗势欺人 侮辱我和我师弟 我们才逼不得已出手 否则 以我们的实力 怎会做出以卵即时的蠢事 还请前辈明见 龙面女人看了龙院一眼 龙院瞬间感觉浑身一紧 仿佛被毒蛇猛兽叮嘱 作为万人斩的高手 寻常的杀气 她根本不屑一顾 然而 被这个蒙面女人叮嘱后 却是非同一般的感觉 恐惧感 紧张感 还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 愁万里慌了 再次大喊 圣使大人 您千万别听那个死丫头胡舟 她血口喷人 血口喷人 我倒是觉得 她说的很有道理 你在他们眼中是前辈高人 他们哪有胆子和你打 那不是找死吗 而你 既然动用盗器 全力出手 对付两个小辈 你该当何罪 执法对何在 龙面女人话音一落 三名黑衣人从空而降 嗖嗖嗖出现在众人面前 单膝跪地 极为恭敬 带走 是 圣使大人 三人恭敬行礼 分别走向韩云三人 韩云不经皱眉 身为龙血主宰的她 怎能被人擒拿 她正要出手 龙面女人忽然开口 我让你们抓他们俩了吗 把这个仇万里抓回去 禁闭一年 她若敢反抗 格杀勿论 这对小夫妻 是我们鬼岛的贵客 谁敢冒犯他们 就是与我们鬼岛作对 绝不顾惜 是 圣使大人 三名执法者 将仇万里绞了线 押走了 仇万里自始至终都不敢反抗 乖得像一只鞍蠢 龙面女人也松开敏天剑 然后目光冰冷地看着韩云 道 小子 你也给我记好了 这里是鬼岛 不是你们龙血 在这儿 就得乖乖守规矩 否则 你们死都不知怎么死的 龙面女人话音一落 转过身 踏出一步 便鬼魅消失 龙院长呼一口气 道 还好 总算有惊无险 师弟 你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韩云还在发呆 龙院问话 她都置若罔闻 龙院顿时不爽 推了一下她肩膀 道 你还在发什么呆 是不是在想 刚才那个女人 我真服了你了 那女人蒙着面 你都感兴趣 谁知道扯掉那块布 是不是一张丑脸 就算她真是绝世美女 肯定比你大得多 做你妈都行 你竟然还动色心 停停停 师姐 你脑子又出问题了 难道 我在你眼中 就是那种色胆包天的大色鬼 韩云没好气地说道 龙院妈撒着下巴 点了点头 道 没错 你就是 韩云终于忍不住 给了龙院一个大暴力 疼得她叫出声来 韩云 你要死啊 你竟然打我头 龙院一着急 韩云的名字都喊出来了 韩云连忙做了个噤声手势 低声道 师姐 你发什么疯 这么多人看着 你喊我真名 很快 韩云似乎察觉到什么 拉着龙院的手 直接飞身离开 她前脚刚走 一道曼妙的身影 忽然出现 竟然是白灵 白灵本来就在不远处 和吴刚在一起 这个吴刚明显对她有意思 一路上不停地献殷勤 给她买真买呢 不过白灵对吴刚 根本没感觉 脑子里频繁出现的 都是韩云的样子 因为这个 她更加烦躁 一直心不在焉地溜达着 就在刚刚 她忽然听到 有人大喊韩云 这才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看到一地狼藉 她一脸惊讶 鬼岛之上 不是不能动武吗 为何有人敢在这打架 难道是韩云 吴刚急匆匆赶来 看到眼前场景 也很惊讶 谁能告诉我 这里发生什么事 吴刚低声问道 却没人鸟榻 这让吴刚感到特别尴尬 在口袋里摸了摸 掏出龙神殿的证件 然后昂首挺胸 高声喊道 我是龙神殿的组成员吴刚 龙神殿在鬼岛 享有执法队同等特权 你们现在能不能告诉我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第126章 那玩意儿 拿出来吧 吴刚的语气充满骄傲 身为龙神殿的一员 还是等级比较高的地组 他感到无比的自豪 他昂起高傲的头颅 像一个贵族 不过在场众人可不买账 很快就各自离开 跑得飞快 这也正常 毕竟留在这儿的都是高手 这些高手来自世界各处 各大势力 根本就不把龙神殿放在眼里 吴刚怒了 想发火 却只能憋着 表情特别尴尬 白铃神色淡然 道 吴队 这是鬼岛的事 和我们龙神殿也没什么关系 我们还是走吧 吴刚一脸疑惑地看着白铃 道 白铃 你这么着急跑过来 难道发现了什么 我刚才好像听到一个名字 没事 吴队 我只是好奇心重 听到这儿有打斗声 就过来看看 既然这些人不想说 那就算了吧 吴队 我有点累了 想回去休息 可以吗 吴刚心中不悦 他明显感觉到 白铃有意与他保持距离 他想不通 像他这么优秀的美男子 要能耐有能耐 要前途有前途 为毛白铃对他没啥兴趣 不对 不可能是这样 要知道 在龙神殿 倒追他的女孩子 实在太多 从这点看 白铃没道理不喜欢他 这么说来 只有一个原因 白铃太矜持 没错 一定是因为这个 一念及此 吴刚嘴角扶起一丝微笑 道 好吧 既然你累了 那我送你回去休息 白铃 你可要珍惜这样的机会 下次 可就不一定有了 白铃点了点头 没说什么 和吴刚一起离开 韩云拉着龙院 跑了好一会儿才停下来 韩云举目眺望 发现没人跟来 这才松了一口气 龙院特别不爽 嚷嚷道 韩云 你干嘛呢 那么胆小 一点都不像以前的你了 韩云听到这话 没好气的说道 大姐 你当然无所谓 反正他不认识你 我呢 我还要在云海住下去 过我的退休生活 你非要跟过来 还带着什么狗屁任务 死死缠着我 再这样下去 我这辈子都别想安宁 我真受够了 受够也得受 师弟 我觉得你很天真爱 走上我们这条路的 还有回头的机会 就算你是龙雪的主宰 你都别想跳出去 独善其身 哪怕你真有这个想法 别人会同意 所以啊 你还是认清现实 回龙雪当好你的是天龙地 伟大的主宰大人吧 龙愿一番很扎韩云的心 这些事 韩云平时不喜欢去想 虽然他知道 这种做法 就好比掩耳盗铃 总有一天 他还得回去 韩云叹了一口气 老师姐 别说了 不管结局如何 最起码我努力做了 此生无憾 切 没意义的事情 怎么做都是遗憾 反正我不觉得 打打杀杀有什么不好 反而这段时间 天天和谐安宁 让我感到很不舒服 等这次拍卖会结束 肯定有一场血雨腥风 到时候 我要好好爽一爽 杀个痛快 龙愿舔了舔嘴唇 眼中闪烁嗜血的光芒 韩云特别无奈 摊上这样一个师姐 也不知道是服侍货 他忽然想到啥 开口问道 师姐 你对鬼岛了解比我多 那个圣使大人 你知不知道是谁 龙愿挠了脑脑袋 然后摇了摇头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我只知道 鬼岛有三位岛主 或许 所谓的圣使 就是岛主的使者吧 其实我觉得有点奇怪 那个圣使 好像在偏袒我们 我们是客人不错 但鬼岛 请来的客人那么多 更多是受到约束 而非礼遇 他竟然为了我俩 惩罚求万里 那样的舞蹈高手 我都有些受宠若惊了 韩云点了点头 道 没错 他字里行间都在维护我们 我还以为他是你的朋友 师姐 考穿也吃完了 我们回去休息吧 毕竟不久之后 可能有场大战 要好好休息 养精蓄锐 休息 你开玩笑吧 鬼岛的夜生活 才是最美妙的 错过这次 还不知道要等多少年 我要你陪我逛夜店 喝到爽 好不容易来一次 不玩个够本 岂不是吃大亏 龙怨抓着韩云的手 就往一个方向转 忽然 他似乎想到什么 睁大眼睛看着韩云 道 对了对了 差点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那玩意儿 拿出来吧 韩云一脸懵 道 拿出什么 师姐 我好像不欠你什么吧 少废话 刚才你和绸万里 战斗实用的那把剑 现在去哪了 刚才还在你手里 怎么忽然不见了 龙怨说着说着 开始上手 在韩云身上不停的摸索 韩云被他摸得受不了 连忙弹弹手 道 师姐 你别摸了行不 那只是我随手捡的一把破剑 我用完就扔了 破剑 你真把我当傻成 仇万里都说了 那是一件魔器 而他的烧烤叉 绝对是道气级别的 你的剑和道气碰撞 却稳站上风 品节气会比他低 这样的好宝贝 你和我说扔了 骗鬼吧你 韩云尴尬的 想钻进泥巴里 这女人实在语出惊人 他都深深震慑到了 韩云叹了一口气 意念一动 敏天剑就出现在他手中 比起之前吞噬烧烤差力量前 现在的敏天剑 明显更光亮了些 不过即便如此 还是有种破铜烂铁感 若不是龙怨见识过他的威力 现在看到 绝对嫌弃的不行 他紧盯着敏天剑 瞅了好一会儿 问道 刚才就是这把剑 把我的刀削断了 你不会掉包了吧 韩云白了他眼 没好气的说道 是你要我拿给你看 现在给你看了 你又说我掉包 你说我需要掉包吗 我只是说说而已 你别和我急嘛 龙怨说着说着 伸手去拿敏天剑 韩云也没小气 任由龙怨拿走 反正 以龙怨这点威莫实力 绝对察觉不出什么 果然 龙怨研究了一小话 一脸困惑道 真奇怪 我根本感觉不到 这把剑有任何灵性 按道理说 盗器以上的法器 肯定会诞生气灵什么的 这把剑的气灵呢 气灵 什么玩意儿 我听都没听说过 你呀 就是想太多 如果我没猜错 这把剑的材质有些特别 所以才能挡得 住仇万里的烧口叉 什么盗器啊 磨器啊 这破玩意儿 哪里像啊 韩云说吧 从龙怨手中 拿回敏天剑 再次收入体内 龙怨顿时一击灵 大声喊道 韩云 你还想骗我 如果他不是厉害的法器 你怎么把他变走的 我刚才就觉得奇怪 你从哪把剑变出来的 快点老实交代 不然我扒你裤子检查了 龙怨说着说着 还真去扒韩云的裤子 韩云脑袋都大了 正要躲闪 忽然脚下一阵地动山摇 韩云没站稳 直接朝龙怨扑去 整张脸 埋入龙怨胸口 第127章 为何会有禽兽想法 甜甜的体香 涌入鼻腔 直搭天灵盖 那种感觉 很难用言语形容 或许是因为挤压的刺激 龙怨发出一声勾魂的阴鸣 听得人骨头都酥了 韩云想从龙怨身上爬起来 龙怨却毫不客气地 抱住他的脖梗 特别紧的那种 韩云感觉空气变得稀薄 窒息感都有了 韩云拼命挣扎 才正开龙怨的怀抱 大口喘息 道 师姐 你想要我命啊 闷死我了 龙怨轻哼一声 道 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风流 就算被闷死 也是你的福气 奇怪 刚才怎么回事 难道是地震 韩云忽然皱紧眉头 陈声道 师姐 你有没有发现 那种阴冷的气息 比刚才更重了些 阴冷的气息 龙怨一脸疑惑 探查了一下四周后 眉头也是微微促起 低声道 好像真是这样 难道是地震 导致鬼岛地底灵脉出现变化 要是这样的话 这次拍卖会 会不会受到影响 要是完成不了任务 师父肯定会失望 好了 师姐 你先别这么激动 就算拍卖会真开不了 天也不会塌下来 而且 如果我没猜错 所谓的神器碎片 只是鬼岛搞出来的噱头 否则 有那样的好东西 鬼岛的人会拿出来拍卖 从道理上讲 是完全说不通的 韩云双眼散发睿智光芒 话音一落 龙怨却直接否定 道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师父已经算出 竟是龙珠的碎片 就在鬼岛 难道你还怀疑师父的能力 我已经安排他们行动了 有探测器 很快就能找到碎片的位置 韩云听到这儿 双眼微微眯起 陈声道 师姐 你的意思是 你不打算通过拍卖的方式得到 而是直接偷 你觉得鬼岛的人会让你得逞吗 偷 韩云 你这个自用的 似乎有点不太合适吧 竟是龙珠和师父有缘 师父得到 那是天命所归 既然竟是龙珠 本来就是师父的东西 我们当然要尽我们所能 助师父得到 韩云 我来这之前 就已经和你说得清清楚楚 我要不择手段 不在乎任何牺牲 将竟是龙珠碎片搞到手 谁也别想阻止我 龙怨的情绪特别激动 甚至紧紧抓住韩云的衣领 一副接近失控的样子 韩云静静地看着他 两人短暂对事后 龙怨松开手 淡淡地说道 反正就这样 这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任务 你别想找任何理由推辞 韩云沉默了一会儿 点了点头 道 你放心吧 不管怎么说 那老头对我有传到授业养育之恩 该怎么做 我心里清楚得很 我们回酒店吧 我真的累了 不想再到处跑了 韩云话音一落 转过身 轻轻一跃 便消失不见 龙怨明显感觉到 韩云对无名特别排斥 甚至隐隐有一丝厌恶感 可是 这到底怎么回事 韩云和无名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忽然 他猛一击灵 道 不对 我竟然忘了 他还没和我说那把剑的事 故意隐瞒 必有猫腻 师弟 快等等我啊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韩云表面上 往酒店的方向跑 实则半路就改了路线 他的身影在岛上穿行着 没过多久 他便来到一座高塔附近 哪怕只是靠近 韩云就有一种毛骨悚然感 再往前 会有巨大的危险 可是 韩云的好奇心 还是战胜恐惧 他向那座高塔踏出一步 嗖的一声 一道白光忽然朝他射来 他连忙倒飞而出 只见距离他不远的地面上 结结实实定着一根剑 那是一根银白色的箭矢 其中还蕴含着一丝力量波动 同样的箭矢没在射来 很明显 这是对韩云的警告 韩云很好奇 这儿到底有什么 至于这么做 天剑再次出现在他手中 韩云将真气注入其中 全力出手好一会儿 箭上的封印终于被冲开 乐乐的声音在韩云脑中响起 主人 那女人的封印终于破了 我都要被憋死了 主人 我们过去 那儿有非常诱人的气息 肯定有宝物 有宝不拿 那不是傻成吗 韩云一脸无语 指了指地上的箭 你确定还要我去 就不怕我被人射死 韩云话音一落 五道黑影从黑暗中跃出 目标直指那座高塔 韩云惊讶地发现 以他的观察力 竟然没察觉出 这五人的存在 这五人 分明是修炼前宗术的高手 然而 五人还没靠近高塔 五道荧光射出 十分准确地击中五人 下一秒 五道黑影消散无形 似乎只是五个幻影 韩云正差一时 高塔中传出一阵女人的冷笑声 幻魔 不怕死的话 就直接冲过来 别玩这种无聊的把戏 鬼岛的所有宝物 都在这座藏宝阁中 有本事 你就来拿呀 幻魔 韩云还是第一次 听到这个名字 难道就是刚才 冲过去的五个幻影 韩云连忙隐秘气息 换了个方位 潜伏下来 偷偷观看 既然这是鬼岛的藏宝阁 如果真有神器碎片 八成会放在这儿 如果藏宝阁的守护者 只有说话的那个女人 现在又有高手偷袭 那她 完全可以借此机会 渔翁得利 这个想法 虽然看起来有些天真 但现在这种情况 说不定真有机会 女人花音落下后 出现一段时间的寂静 那个所谓的幻魔 似乎没有再出手的意思 这让韩云顿感郁闷 有种白期待了的感觉 然而很快 动静来了 她竟然看到 四面八方都出现无数黑影 那些黑影似乎无穷无尽 此起彼伏 如潮水般冲向藏宝阁 这感觉 好似千军万马 奔腾而出 一道道荧光 从藏宝阁中射出 击中每一道黑影 可是那些黑影如梦似幻 在击中后 都化为泡影 韩云特别疑惑 既然那个守塔的女人 知道这些是幻影 为什么还要出手 很快 韩云发现 原本黑漆漆的天空 竟然变得血红一片 天空上出现一个 巨大的人头虚影 朝那座塔张开锯口 似乎要将塔直接吞掉 韩云的眼睛瞪得老大 这一幕是特效吗 这视觉冲击 也实在太惊人了 我不是做梦吧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韩云自言自语 心里忽然一击灵 她连忙运转龙血密点 将自己的精神力 催动到极致 这时 原本特效般的画面 消失不见 韩云的眼前出现一个人 一个女人 女人白衣胜血 身材窈窍 脸上戴着面具 遮住了下半张脸 即便如此 通过上半张脸 韩云就能得出判断 这女人绝对是个美女 绝世美女 韩云想都没想 连忙拉住女人的手 拉着她一起蹲下 然后压低声音 一脸认真道 你不要命了 那座塔里 有个特别厉害的女人 你这么张扬 有偷东西的样 太张扬 会死人的 韩云此时的表情 其实特别认真 可是 她用猪脸面具 说出这番话 实在给人一种滑稽感 白群美女 眼神明显一冷 一脸嫌弃的 震开韩云的手 就在这时 一个阴侧侧的声音 忽然响起 独孤一梦 你别仗着 你是见神一脉的传人 就敢在本座面前嚣张 本座只是不屑于 对你出手 让别人笑我以大蹊跷 等着吧 你们鬼岛的藏宝阁 迟早是我的 迟早是我的 笑声依旧在回荡 只是越来越小 逐渐远去 韩云一脸郁闷到 这就打完了 我啥都没看到 竟然就完了 那个幻魔也太垃圾了 一点都不给力 你想让他怎么给力 这还用说 和他里面那个女人 拼个你死我活 我好做受于嗡指 韩云说到这儿 话有点说不下去了 他发现 问这个问题的 竟然是身边这个女孩子 而这个女孩子的声音 竟是那么熟悉 可不就是之前 说话的那个女人吗 韩云一回头 发现那女人 竟然对他弯弓搭箭 韩云想都没想 立刻出手 抓住女人的手 阻止他射箭 听听听 别激动别激动 都是误会 韩云抓住女人 柔弱无骨的小手 好在他出手及时 否则这一箭 已经射向他了 抓住女人的手后 韩云才发现 这女人的修为 貌似并不高 最起码没他高 可是这样的实力 为何能斗得过 那个患魔 还将其逼退 这也太反常了 他正疑惑时 女人忽然身体一软 直接朝地上倒去 韩云脸色一变 连忙抱住他 一番检查后 韩云发现 这女人已经受了重疮 主要是精神层面的疮伤 导致他直接昏迷 韩云愣在原地 一脸问候 这到底咋回事 他本来只是好奇过来看看 怎么好像卷入复杂的事件中 还有 守护藏宝阁的人既然晕倒 那他岂不是有机会了 趁这个机会 他完全可以潜入藏宝阁 想拿啥就拿啥 多爽 可是 放任这女人不管 她的精神创伤 势必会继续恶化 到最后 可能一辈子吃啥 这样的极品美女 弱了个这样的下场 韩云实在于心不忍 一念及此 韩云咬了咬牙 抱起女人 很快消失在夜色中 他找了好久 找到一个山洞 确定里面没危险 抱着女人钻了进去 进去之后 韩云将女人放在地上 女人的呼吸 比起之前虚弱了不少 精神力对应灵魂 灵魂受到重创 肉身自然也会逐渐衰弱 韩云想了想 掏出无名 给她的那瓶丹药 倒出一粒 讲真 她实在有些舍不得 这女人和她只是萍水相逢 而且一见面就要杀她 根本算不上朋友 韩云甚至有些担心 这女人缓过来后 会不会对她出手 毕竟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 在现实生活中总有例子 韩云叹了一口气 还是将那粒丹药 塞进女人口中 算你运气好 遇到了我 你更得感谢你父母 给你生了张漂亮的脸 否则 我也不会生出 怜香西域之心 你服下丹药 精神层面的创伤 应该很快能治好 等你醒了 你别找我 就当我俩从没见过 韩云对女人说完这番话 然后又为女人把了把脉 果然和她猜想的差不多 无名炼制的丹药 不光有定神的作用 修复灵魂也很有效 韩云抬起手 转身要走 忽然想到什么 目光直勾勾的盯着女人的脸 虽然她基本确定 这女人是美女 但她还是有点好奇 半张面具下 到底是一张什么样的脸 反正这女人清醒过来 还需要时间 韩云决定满足一下 她的好奇心 也算挽回一点损失 她轻轻取下女人的面具 只看一眼 韩云就愣住了 这是一张完美无瑕的脸 完美的让人移不开眼睛 倾国倾城四个字 用在这女人身上 那是多么的完美 韩云都没想过 这世上还有这样的女人 能够让她失神这么久 韩云回过神后 目光下意识地 停在女人胸口处 一个邪恶的念头 竟然出现在她脑中 她竟然有种冲动 想看看这女人的 欧派到底想啥样 然而 这种想法刚出现 韩云变猛一击灵 这是怎么回事 她绝对不是那种 趁人之危的小人 上次和秦梦星做那事 只是因为酒精上脑 加上秦梦星被下药 主动推了她 成就好事 此时此刻 她并没喝醉 脑子清醒得很 为何还会有那种禽兽想法 是气息 这女人身上 散发出的特别气息 韩云很快得出判断 连忙和女人拉开距离 不敢再靠近 这时 一声轻移在韩云脑中响起 那是乐乐的声音 主人 这女人的气息好特别 我好像在哪见过 在哪呢 到底在哪呢 呀 我想起来在哪了 第128章 你是千万年的老妖怪 乐乐忽然叫了一声 吓了韩云一跳 韩云连忙问道 乐乐 你想起什么了 我想起来了 我和我的上上上上 反正不知道多少任主人 在一起时 曾经去过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好漂亮 到处都是美女 灵气浓郁的都能液化 在那儿不用修炼 就能变得很强 打住打住 我不是听你炫耀以前的 你快说重点 韩云实在有点听不下去 听到乐乐的描述 他心里有点酸 乐乐呕了一声 道 那我说重点 那个地方叫青山 生活着许多狐狸精 后来 我又跟着新的主人去了那儿 发现那里 已经变成青丘 据说是经历过灾结 山都被削平了 那些狐狸精 一个个貌美如花 倾国倾城 香艳无比 就和这女人一样 她们的身上 天生散发着魅惑众生的气息 谁看到她们的脸 都会沉醉其中 不可自拔 乐乐说到这儿 韩云这才心中了然 怪不得她看到这张脸后 会有那种反应 在嗅到这女人气息后 反应更加强烈 韩云摸了摸下巴 仔细看了那女人一眼 道 乐乐 你的意思是 这女人不是人 是个狐狸精 她的狐狸尾巴呢 再说 我所在的世界 被你说的一无是处 渣渣般的存在 还会有狐狸精存在 这不是搞笑吗 乐乐沉默了一会儿 道 主人 虽然你的智商一直很低 但你这次倒是没说错 这女人的确不是纯粹的狐狸精 但她的体内 有可能有狐狸精的血脉 亦或者说 她可能是传说中的天香体质 天香体质 那是啥玩意儿 韩云一脸猛 乐乐直接现身 一脸诧异地看着韩云 道 不是吧 主人 你连天香体质都不知道 这可是常识好不好 韩云白了她一眼 道 谁说你知道的 我就该知道 你可是千万年的老妖怪 我只是个小鲜肉 好不好 乐乐一听 气得鼓起嘴巴 哼哼道 我才不是老妖怪 我永远是最青春 最靓丽的美少女 哼不理你了 乐乐说完 气得战红了脸 似乎要回到明天见钟 韩云连忙拉住她 陪着笑脸 道 和你开个玩笑而已 你还当真了 你当然年轻 比我年轻一百倍 行了吧 你快和我说说 天香体质到底是啥 我孤陋寡闻 实在不清楚 你就告诉我吧 乐乐虽然看起来是罗利 但绝对是伯闻强制的存在 以后肯定还有需要她帮忙的地方 可不能得罪 乐乐听到这番话 立刻露出得意之色 道 你有这样的觉悟 我很欣慰 天香体质 就是一种很特别的体质 拥有这种体质的人 不但修炼天赋极高 而且天生对男的 有极大的吸引力 最重要的是 一旦男人与这种女人发生关系 就能获得他们的所有力量 所以这种体质 也被称为嫁衣体质 就是为别人做嫁衣的意思 主人 你可千万别放过这次机会 快点扒光她的衣服 把她给 乐乐说到这儿 给韩云投去一个你懂得的眼神 韩云的脸都绿了 她怎么都没想到 这个小罗利 竟然是个老色批 思想也太不纯洁了 毕竟换做是她 绝对做不出这种事 乐乐见韩云无动于衷 立刻催促道 主人 你还在发什么呢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你也不用自责什么的 这女人刚才对你动了杀心 若不是有那个魔修捣乱 她已经把你杀了 当然 也有我的功劳 关键时刻 我把你唤醒 否则 你现在早就已经挂了 快动手吧 她一会儿醒了 你想上都不行了 乐乐一副十分期待的样子 恨不得立刻冲过去 帮忙撕扯衣服 韩云却一脸淡然 转过身 不好意思 虽然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位君子 但也不至于成了禽兽 这种事我做不出来 韩云朝洞外走去 乐乐急了 连忙追上去 主人 您真不考虑考虑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错过一次 后悔一辈子 韩云压根没理她 很快走到洞外 乐乐没办法 只能回到敏天见钟 不再坑声 待韩云离开后 山洞中的女人竟然睁开双眼 而她的手里 正抓着一把匕首 韩云绝对没想到 这女人在乐乐提出那个提议后 就已经醒了 醒了后 她也听到乐乐和韩云的对话 虽然她很虚弱 但她绝对不会坐以待毙 所以 她打算利用这最后的一丝真气 在韩云靠近她时 抱起将其击杀 哪怕是同归于尽 她也绝对不能让韩云得逞 然而 她万万没想到 韩云竟然拒绝了乐乐的请求 这让她十分意外 因为她知道 所有看到她面容的男人 无意不对她生出邪念 哪怕她的师父 她的亲友 都不例外 所以 一直以来 她都以面具遮蔽容颜 可是 现在竟有这么一个男人 在唾手可得时选择放弃 她的内心怎能不起波澜 她努力盘膝做好 然后在手腕上的手镯 轻轻一扶 手镯绽放绿光 然后 一个白玉瓶 出现在她手中 这一幕 若是被明眼人看到 绝对会惊掉下巴 那是传说中的储物法器 灵气平静的当下 各种攻击防御 法器不少 但储物法器十分特殊 自古以来都很稀少 哪怕是一件 灵气级别的储物法器 就足以让人打破头的争抢 女人倒出一枚丹药 服下后 她调戏了半小时 气息逐渐变强 这时 洞外忽然传来脚步声 女人连忙戴上面具 冷喝一声 谁 这时脚步声加快 两名黑衣人出现在山洞中 朝女人单膝跪下 属下清风 明月 参见阁主大人 两人的语气神情都无比恭敬 面对这个女人 他们的头都不敢抬起来 女人挥了挥手 但莫道 都起来吧 藏宝阁怎么样了 我离开后 魔门的人有没有在出手 回阁主大人的话 您追击敌人离开后 三岛主就赶过来 亲自坐镇藏宝阁 三岛主担心您有危险 派了许多人来找您 您没受伤吧 您叫清风的男子站起身 却不敢看女人的脸 乖得像一只鞍蠢 女人语气依旧冷漠 我没事 走吧 玩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没事吧 一个声音忽然从洞外传来 然后走进一位身材高大 英俊威武的男子 他就是鬼岛三岛主 清风 清风明月立刻下跪 高声喊道 属下清风明月参见三岛主 英俊男子挥了挥手 两人起身 然后十分时去的离开山洞 他俩出去后 英俊男子立刻凑到女人面前 一脸关切道 玩儿 你没受伤吗 要不要我帮你看一下 我的医术 不用了 三岛主 我身体好的很 不需要您操心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要回藏宝阁了 女人说完这番话 静止朝洞外走去 清风脸色微变 忽然喊了声 神威儿 你到底想要我怎么做 才能接受我 难道 难道我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 神威儿神色如常 似乎懒得搭理清风 清风一咬牙 直接冲向神威儿 下一秒 神威儿手里 竟凭空出现一张弓 弯弓似满月 剑指清风 清风立刻停下脚步 一脸震惊地看着神威儿 他没想到 神威儿竟会对他弯弓搭剑 甚至 他感觉到 如果他再敢动一丝 神威儿都会毫不犹豫地射杀他 别再招惹我 否则 不管你是谁 我都不会手下留情 第129章 小命会没的 神威儿说完这番话 就这么消失在清风面前 清风的猴杰洞了下 忽然一拳轰在山洞墙壁上 咬牙切齿道 神威儿 你给我等着 总有一天 我会得到你 一定会 韩芸离开山洞后 很快回到酒店 一进门 他发现 酒店房间竟然空无一人 正当他纳闷时 房间门打开 龙院走了进来 看到韩芸后 龙院一个剑步冲上前 抱住他的腰 激动道 韩芸 你去哪了 你知不知道 我找你都要找疯了 韩芸有点尴尬的抬起手 呵呵笑道 不需要这样吧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而且 我只是随便走走而已 随便走走 你知不知道 鬼岛出大事了 魔盟的人竟然混进鬼岛 偷袭鬼岛的藏宝阁 据说打得昏天黑地 日月无光 如果我没猜错 之前的地震 就是这么来的 果然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我本以为黑暗事件 我们已是巅峰 没想到真正的强者 还得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龙院感慨万千 韩芸不禁笑问道 没这么夸张吗 神奇的土地是啥 这个鬼岛很神奇 龙院松开韩芸的腰 白了他一眼道 这里虽然远离龙国本土 但也属于龙国 神奇的土地 指的当然是龙国 而且 这次拍卖会 邀请了许多龙国大势力 能闹出这么大动静的 也只有龙国那些高手们 真想找一两个过过招 他们肯定比国外那些 弱机要强太多了 的确 所谓的黑暗世界四大天王 如果真放在龙国 肯定不是顶尖实力 韩芸虽然能重伤击杀他们 只能说在黑暗世界称王 却不能在龙国称霸 以前韩芸对此不以为然 以为只是吴明欺骗他们的话语 现在看来 吴明并没夸大其词 龙国的水 比大海还要渗 韩芸嘴角微扬 轻笑道 师姐 鬼岛上一个卖烧烤的 你都打不过 你还想和那些高手们过招 就不怕自取其辱 龙院狠狠瞪了韩芸一眼 哼哼道 那还不都怪你 毕丑自珍 不把修炼心得告诉我 害我始终这么弱 反正我不管 今晚必须要告诉我 你到底是怎么练的 否则你就别想睡了 龙院直接抱住韩芸的胳膊 一个劲的摇晃 将撒娇耍无赖 发挥到极致 韩芸一脸无奈 看样子他想藏着掖着 是不可能了 韩芸叹了一口气 道 好吧好吧 怕了你了 我告诉你 还不行吗 去房间吧 我教你 龙院恩了一声 一脸欣喜 急匆匆地拉着韩芸进房间 这一夜 韩芸将真正的龙血秘点 传授了一张给龙院 虽然只是一张 却让龙院受益匪浅 经过这一晚 龙院彻底明白 他和韩芸的差距有多大 说是天上地下都不夸张 第二天 到早上八九点 两人还在房间里不出来 直到手下过来敲门 两人出来后 都红光满面 气息强盛 韩芸发现 和龙院一起修炼 他的修炼速度 似乎提升了不少 刚刚提升的实力 也稳固下来 所以两人此时 都展现出最完美的状态 给人的感觉 好像他俩一夜 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 都很满足似的 一众手下们 看两人的表情 都有些怪异 想说什么 却又不敢说 龙院倾壳一声 道 一大早的 敲门那么急干吗 出什么事了 朱雀尴尬地笑了笑 道 龙院大人 九点拍卖会就开始 现在只剩十分钟了 卧槽 那你还不早点喊我们 出发 现在就出发 快 龙院着急大喊 拉着韩云的手 就要往外跑 很快 他们一群人 便急匆匆来到拍卖会会场 几乎踩着点进门 作为鬼岛的贵宾 他们被安排在四号贵宾室 听到四号 韩云不禁皱眉 问道 师姐 以我们龙血 今时今日的地位 只能排四号 龙院倒是淡定得很 语气也很平淡 不是四号是几号 鬼岛是龙国的势力 他们当然要把龙国的大势力 排在最前面 首先是道蒙 再来是魔蒙 然后还有个龙神殿 我们龙血能排第四 已经很不错了 还要什么自行车 韩云不禁感慨 他一直醉心舞蹈 除了修炼 就是杀人 其他事情 一概不知 以至于现在知道真相 搞得像井底之蛙 跳出井似的 不过 他的战役却渐渐燃起来了 他本以为 这世上除了他师父 没人能与他为敌 如今 忽然冒出这么多能打的 他的实力又提升这么多 以后的日子 肯定不会无聊 想到这儿 他的嘴角扶起一丝怪异的微笑 龙血见他怪笑 忍不住捅了捅他胳膊 道 你笑啥呢 笑得这么贱 捡钱了 没事 我只是忽然想到有趣的事 没忍住 对了 师姐 你不是说有神奇碎片拍卖 这拍卖单上 好像没有那玩意儿 韩云拿起放在桌子上的拍卖单 上面一件件拍品 写得很清楚 啥神奇碎片之类的文字 一个都没 龙血用看傻子般的眼神 看了韩云一眼 道 拜托 你能不能别这么笨 你再这么笨下去 肯定会笨死的 神奇碎片 怎么会直接写出来 肯定隐藏在某件拍品中 你看这件 天外陨金 这玩意儿 说不定就是 最起码可能性很大 韩云一脸无语道 这也行 如果是这样 鬼岛干嘛对外宣称 有神奇碎片拍卖 照我看 所谓的消息 就是一个噱头 你还是别抱太大希望的好 对了 朱雀他们调查的怎么样 有没有发现 神奇碎片波动 龙渊叹了一口气 摇了摇头 道 没有 我让他们找了鬼岛许多地方 结果都一无所获 唯一可能的地方 就是藏宝阁 可是藏宝阁昨晚被摸摸的人偷袭 据说三岛主兴风都去了 二戒被森严 我怕朱雀他们有啥闪失 所以没让他们去 不过 你的话我并不赞同 原因很简单 这个消息 不光光是鬼岛放出来的 还是师父 他演算过的 师父说的话绝对没错 不容任何人怀疑 龙渊一脸认真 说话斩钉截铁 韩云一脸无奈 这丫头已经彻底被无名洗脑 几百头牛都拉不回来了 韩云索性不再与他争辩 透过窗子 看着外面 与此同时 他运转龙血密点 将强大的精神力释放出去 一路探查四周 距离最近的是三号贵宾室 韩云想将精神力穿透其中 却忽然发现 他的精神力竟被一股强大的力量 隔绝在房间之外 无法进入半分 韩云不经皱眉 又加大精神力输出 却被反正立正的头脑昏沉 差点没站稳 龙院连忙扶住他 陈生道 你再用精神力探查其他房间吧 奉劝你一句 千万别做这种蠢事 否则 小命会没的 第130章 我想行走于光明 韩云的脑袋一阵昏沉 好一会儿才完全恢复过来 他皱着眉头 陈生道 这是结界 真没想到 每个贵宾室 竟然都设下如此强烈的结界 鬼岛的水 果然不是一般的神 龙院拍了拍韩云的肩膀 道 师弟 你还是太年轻了 学学师姐我 没那么大好气心 古人云 好奇害死猫 好好学学 别到时候吃了大亏 来师姐这儿哭鼻子 龙院一副老气横丘的样子 这番话太有道理 一时之间 韩云竟无言以对 就在这时 一个悦耳的声音忽然响起 尊敬的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早上好 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从楼下传来 韩云透过窗子往外看 看到下面拍卖大厅坐满了人 一位穿着极为大胆 身材极其火爆的红群女人 正站在拍卖台上 刚才的声音 就是她发出的 韩云的目光 在女人身上停留了几秒 这女人绝对是个游物 是个男人看到她 估计都很难以开视线 然而 韩云不同 她见惯了美女 这种级别的女人 她也只盯个七八秒而已 待她转过头时 发现龙院正直勾勾地盯着她 光是眼神 都充满了玩味 原来 你喜欢这口味 早说嘛 要不要我也穿成这样给你看 还能上手摸哦 龙院伸出一根手指 勾了勾韩云的下巴 韩云打了个冷战 连忙躲开龙院的手 轻壳一声 道 师姐 注意点 这里说不定有针孔摄像头 不小心被全球直播 那就丢大脸了 龙院冷笑一声 道 你放心 鬼岛就算再怎么强势 泄露客人隐私这种事 他们也做不出来 他们之所以在每个贵宾室 都设下强力结界 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客户隐私 还有 龙院说到这儿 嘴巴凑到韩云耳边 小声说道 贵宾室的隔音效果特别好 里面的人想做什么 就能做什么 外面绝对不会知道 韩云对龙院的招数 已经完全摸透 只淡淡地说了句 师姐请自重 然后目光转向窗外 龙院气得鼓着嘴巴 却又无可奈何 他又打不过韩云 此时拍卖会场的掌声 才渐渐停歇 从这热烈的掌声 便能判断出 这个主持人的受欢迎程度 有多高 红裙女人朝众人鞠了一躬 因为穿着超低胸装 龙院冷哼一声 阴阳怪气地对韩云道 是不是很想下去看看 这个角度 看着不太清楚吧 韩云懒得理他 装作没听到 不吭声 红裙女人鞠躬十几秒 才直起腰 微笑道 各位尊贵的来宾 我叫红儿 这次的拍卖会 由我主持 这是红儿第一次主持拍卖会 大家可要多多支持我 红儿朝众人娇羞的一笑 一瞬间 在场所有雄性生物们 一个个激动地大喊 韩云竟然也感觉体内气血翻腾 受到了影响 这时 乐乐的声音在他脑中响起 主人 这女人正在施展魅术 收射心神 你可别被他魅惑了 韩云连忙照做 心神稳定下来后 果然发现 下面许多男人的情绪 都变得无比狂热 正是中了魅术的样子 韩云不禁疑惑 鬼岛到底要做什么 这么明目张胆的 对所有客人施展魅术 就不怕招惹他们的反感 韩云正疑惑时 龙院的声音忽然响起 师弟 这女人的魅术怎么样 比我强多了吧 韩云一脸压抑地看着龙院 道师姐 你也知道 她在施展魅术 龙院真想一巴掌拍死韩云 她狠狠瞪了韩云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我练过 我还能不知道 对女杀手来说 修炼魅术是基本功好不好 只是师父教我的 只是浅显的魅术 我也不喜欢在这方面多研究 不像那个女人 修炼魅术那么狠 我不服都不行 韩云立刻来了兴趣 连忙问道 师姐 你知道她的魅术是怎么练的 龙院立刻得意洋洋的昂着脑袋 道 那是当然 我是师姐嘛 当然比身为小师弟的你懂得多 我不但知道她练的是什么红粉魅心功 我还知道 这种功法是怎么练的 首先 从女孩刚出生到天鬼出现 每天服用少量春药 让其身体不断适应 然后天鬼出现时 则加大药量 并且配合红粉魅心功 将春药的力量压制在丹田之中 久而久之 他们的身体都会被春药侵蚀 从皮肉到骨子里 都散发着魅惑人心的气息 据说修炼到最强状态 哪怕不发出任何声音 只是一个眼神 就能让男人彻底沦陷 韩云听到这儿 眉头立刻皱紧 沉声道 这种做法也太丧尽天良了 看来鬼倒也只是个藏屋内构之所 龙院仿佛看傻子般看着韩云 道 大哥 你是不是脑子坏了 你别忘了 我们可是黑暗世界的代表势力 我们做过的坏事 更多好不好 更何况 这只是一种修炼手段而已 一般不会致命 而且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命运 命该如此 谁都无法改变 龙院说到这儿 韩云的眉头皱得更紧 曾几何时 他的想法和龙院差不多 他甚至曾经和别人说过类似的话 那些被他击败并灭杀的敌人们 然而 如今他的想法却出现变化 对这种事情 生出一种说不出的厌恶感 这或许就是所谓的人性吧 他深吸一口气 再长长呼出 然后一脸认真的看着龙院 道 师姐 我现在觉得 有些事或许可以改变 就好像我 我出生于黑暗 浮沉于血海 可如今的我 却想行走于光明 师姐 待我为师父 寻得近视龙珠所有碎片后 我会和龙血 彻底划清界限 我已经沦为野兽二十年 现在的我 只想为自己活着 哪怕平平淡淡 粗茶淡饭 我也心甘情愿 无怨无悔 第131章 我就天天喊你狗 韩云说话质地有声 龙院沉默不语 最后叹了一口气 道 既然你早就做出决定 那就随你的便呗 如果师父他老人家 真的得到完整 竟是龙珠 我想龙血存不存在 对他来说 也没什么意义 到时候 他就飞升了 我们想干什么 他都不会管 其实 我和你一样 也厌倦了打打杀杀的生活 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想找个喜欢的人嫁了 过普通人的生活 龙院说到最后 正准备寒情默默地 看着韩云 忽然发现 韩云压根就没认真听 而是一边看着窗外 一边问道 师姐 拍卖会一般不是晚上举行吗 一大早就举行拍卖会 难道开一天 我开你个大猪头 去死吧 龙院大叫着 杀气腾腾地冲向韩云 半分钟后 韩云盯着拍卖台 自言自语道 师姐 你说 那个女的里面 是不是没穿衣服 要是裙子忽然掉下来 岂不是很丢脸 还有 师姐 这次参加拍卖会的 有很多女同胞 他们就不搞一两个帅哥出来 这样不是更有效果 师姐 我问你话呢 你怎么不说话 说句话 韩云低头看了一眼 被制服在地的龙院 此时他正坐在龙院身上 别说 这笔沙发店都要舒服 龙院的嘴巴骨得老高 气得咬牙切齿 韩云越来越不把 他这个师姐放在眼里了 打起来 那是丝毫不留情面 他根本就没还手之力 憋屈 实在太憋屈了 信韩的 你最好从我身上起来 否则我回去告诉月姐 说你欺负我 龙院话音一落 韩云却动都不动 还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师姐 你要我起来可以 但你必须向我保证 别再和我闹他 否则就算你找我姐打小报告 我也不会起来 韩云说着说着 还故意加大几分力道 气得龙院哇哇直叫 叫唤了好一阵子 他才服软道 好吧 我认输 行了吧 我再也不闹了 要是再闹呢 那我就是狗 行了吧 好 我都录下来了 你耍赖 我就天天喊你狗 韩云拿出手机 对着龙院晃了晃 然后站起身来 龙院气得咬牙切齿 说了声 算你狠 然后气呼呼从地上爬起来 那眼神似乎能弯下 韩云一块肉 韩云不想自讨没趣 不再问他 静静地看着拍卖台 第一件拍品已经上台 那是一幅唐伯虎的名画 韩云在拍卖清单上看过 所以压根提不起兴趣 其实 他对这种拍卖会压根没啥兴趣 原因很简单 拍品实在太普通了 除了字画都是花瓶 还有什么古书啥的 这样的拍卖会和世俗版本 没多大区别 韩云都有点搞不懂 这样的拍卖会为毛五年开一次 有这个必要吗 第二件拍品是一把扇子 据说是唐代某位高官用过的 最后以三百万龙国币成交 没错 这用的是龙国币 估计鬼岛 是想借此表明 他们和龙国的关系 第三件拍品 也和清单上写的一样 是一件唐三彩 最终拍了几千万 然而 当第四件拍品上来时 韩云不禁愣了下 按照清单上所写 第四件拍品 应该是一条红宝石项链 可是 上来的却是一个庞然大物 那是用车子推上来的 一个立方体 长宽高 都是两三米左右 还用红布遮着 根本看不清里面是啥 韩云绝对不相信 一条项链 会以这样的方式出场 这也太不合理了 人群中也传来一阵惊疑声 开始交头接耳议论起来 贵宾是隔音太好 韩云听不清那些人在说啥 但是 从他们的嘴唇动作判断 估计和他一样 都在疑惑 为毛拍品和清单不符 红而目光扫视全场 笑眯眯的说道 各位尊贵的客人 你们一定很疑惑 为何拍品和清单上 所写不同 其实来过我们鬼岛的人都知道 这是我们鬼岛拍卖会的正常操作 试问 如果一切都如清单所写 岂不是很无趣 如此一来 各位客人的期待感 可就小多了 所以我们每次拍卖时 都会刻意打乱顺序 或者插入虚假拍品 如此一来 各位贵宾就能更加专注点 不至于拍着拍着睡着了 红而说到这儿 立刻引来哄堂大笑 一个中年男子目露荧光 笑眯眯的说道 红而小姐如此美眼动人 秀色可参 就算拍品再怎么无聊 我们也不舍得睡觉呀 大家说是不是 中年男子说到这儿 立刻引来一群男人大笑 那些男人的眼睛 仿佛钩子似的 一个个挂在红而身上 光是那眼神 似乎都想把红而身上的衣服 全都勾下来 扒光光 红而一脸娇羞 朝那个中年男人抛了个媚眼 差点勾了他的魂 关键是 在场的许多男人 竟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红而正在朝他们抛媚眼 这就是魅术的可怕 失掌后 凡是感应到气息的 都会生出无限幻想 可是 在那些女人看来 感觉就完全不同了 比如此时此刻 三号贵宾室内 白玲的脸色很不好看 原因很简单 和她在一起的吴刚 此时表现得实在太不堪 她不但色眯眯地看着红而 右手还放在裆部 做出十分猥琐的动作 说实话 白玲虽然对吴刚没啥想法 但也没什么恶感 毕竟都是一个组织的人 吴刚还是她上司 可是 如今吴刚却表现得如此不堪 实在超乎她的想象 和这样的人待在一个房间 白玲简直恶心到了骨子里 然而 正当她准备开门出去 吴刚忽然回过神 冲过去 抓住她的胳膊 玲玲 你怎么了 你要去哪儿 吴刚一脸紧张 白玲奋力挣扎 却没震开她的手 不对 你快放开我 我要回去休息 吴刚的脸张得通红 道 玲玲 我知道你在生我气 我不该对别的女人那样子 可这也不能怪我 那女人正在施展魅术 我是个男人 对魅术的抵抗力太弱了 怪就怪鬼倒那群人 实在太过分了 我一定向他们表达我的抗议 你别生气 别走好不 白玲听到这番话 心中厌恶之意更浓 她拼命挣扎 吴刚却没有放手的意思 依旧抓得紧紧 她咬了咬牙 道 吴对 你露出什么表情 做出什么动作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觉得恶心而已 你最好快点放开我 否则我一定会向高层告你 请你不要质疑 我的话 我白玲说话 一向说一不二 说到做到 还有 不要0000的喊得那么亲热 我俩没那么熟 不用喊得这么恶心 第132章 我想买啥就买啥 白玲的语气冰冷无比 吴刚的心沉入谷底 一直以来 她都在想方设法地追求白玲 哪怕她在龙神殿的地位 比白玲高得多 她都努力放下身段 表现得体贴入微 然而 她万万没想到 鬼岛这次派出的拍卖主持 这样的诱惑 实在把持不住 而白玲 此时明显是一副 和她撕破脸的样子 如果这件事传回龙神殿 被其他人知道 那么 她在龙神殿的名声 将会彻底败坏 她绝对不允许 发生这种事 一念及此 她的心中生起一丝狠意 表面上却是一点歉疚 道 白玲 我知道 这次是我定力不够 以至于失态人前 我深感懊悔 但是 如果你现在一走了之也不合适 因为你代表的是龙神殿 而参加此次拍卖 会是我们俩的任务 执行任务时自行离开 属于龙镇脱逃 龙神殿的规矩 不需要我多说吧 吴刚这番话 让白玲的脸色十分纠结 讲真 她绝对是一千个一万个 不想留在这 可是 吴刚并没说错 龙镇脱逃 要被忌大过 她可承受不起 她咬了咬嘴唇 道 好 那我就等拍卖会结束再走 但是 我得事先说明 你必须离我远点 不许靠近我 白玲话音一落 忽然拔出一把匕首 朝吴刚抓她的那只手滑去 吴刚吓了一跳 连忙松开白玲的手臂 眼睁睁地看着白玲 走到离她最远的地方坐下 贵宾室里有大屏幕 看大屏幕 就能看到下面发生的一切 吴刚的眼角闪烁一丝狠色 按了一下墙上的按钮 很快 房门被敲响 吴刚打开门 外面站着一个 穿着女仆装的妙龄少女 尊贵的客人 请问你有什么需要 我有点渴 上两杯果汁吧 好的 不动声色地将一枚药丸 放入其中一杯 她端着两杯果汁走向白玲 还没靠近 白玲冰冷的声音响起 别过来 我说过 离我远点 吴刚微微一笑 白玲 你的反应也太大了 你应该很清楚 刚才我之所以失态 纯粹是着了那女人的道 妹叔对你们女人没用 对我们男人来说 可是致命的 你看看下面那些男人 哪个不和我一样 好了 别生气了 你一定渴了吧 我帮你点了杯果汁 吴刚说话间 将果汁递给白玲 白玲一脸警惕地看着她 冷声道 我不要这杯 我要另外一杯 吴刚的笑容顿时一将 嘴角抽了抽 道 白玲 你这是啥意思 难道我还会在果汁里下药不成 你别忘了 我可是地组的精英 不好意思 我只是单纯地喜欢那杯而已 不对 难道你心里有鬼 白玲双眼微微眯起 话音一落 吴刚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白玲 瞧你这话说的 我吴刚是那种人 你也太看不起人了 好 就把这杯给你 你喜欢就好 被她盯得浑身不自然 有如芒刺在背 她可可笑了笑 白玲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我脸上有东西 白玲淡然一笑 吴对 你不是很渴吗 怎么不喝几口 白玲的语气带着几分玩味 吴刚愣了几秒 然后微笑道 是啊 我的确挺渴 说着说着 她喝了两口果汁 然后朝白玲示意一下 回到自己座位上 难道是我想多了 白玲心中暗想 端起果汁 喝了几口 放在一旁桌上 她没注意 吴刚的嘴角 等着吧 等老子得到你 看你还怎么装青春猎女 韩芸透过窗子 看着那件被遮盖的拍片 红儿一直在介绍 勾起所有人的好奇心 现场的气氛 也被烘沱起来 每个人都想冲上去掀开红布 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韩芸一脸疑惑 自言自语道 她说那件东西 不属于这个世界 拥有无尽的魔力 难道那里面有神器碎片 不会这么容易就出现吧 龙愿轻横一声 道 你知道就好 我们的人就在下面 如果里面真有神器碎片 感应器早就有反应了 你已经被那个女人迷惑 那女人说什么 你就信什么 男人 果然都是一群 用下半身思考的蠢货 韩芸微微一笑 道 师姐说的没错 许多男人都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不过来这的人 很多都不是 能被鬼岛邀请的人 没有一个会是简单人物 如果这么容易便被魅惑 那就没资格被邀请 你别看那些人口花花 他们心里清醒的很 区区这种小手段 最多只能娱乐大众吧 吴刚如果听到韩芸这番话 绝对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他可是实实在在没魅惑 心里没半点清醒 龙院冷哼一声 道 你就继续吹牛吧 反正我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信 我可要提醒你 我们此行的目标 只有净是龙珠碎片 其他没用的东西 我可不满 韩芸闻言不禁笑道 师姐 瞧你这话说的 搞得好像你知道 净是龙珠碎片在哪似的 那当然 我们的探测器是最先进的 只要有净是龙珠碎片出现 鬼岛呢 难道他们没有 他们会眼睁睁地 看着净是龙珠碎片 落入别人手中 神气这玩意儿 他们会拱手让人 韩芸呵呵笑道 龙院皱了皱眉 道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直接说吧 很简单 老头子的演算 一般不会错 那东西 可能应该真在这 不过 他有可能隐藏在某一件拍品之中 至于哪一件 谁都不知道 而老头子说过 我是找到碎片的关键 也就是说 呵呵 我想买啥就买啥 你乖乖付钱就可以了 第133章 下来做做不行吗 韩芸一番话 让龙院特别火大 但转念一想 的确是这么一回事 看到韩芸此时 趾高气扬的样子 龙院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牙齿咬得咯吱响 韩芸故意一脸意外道 哎 什么声音 这里面有耗子 师姐 鬼岛的卫生条件不过关 耗子都跑进来了 死韩芸 你 哎 师姐 你别忘了 你答应我什么的 不许再闹 否则就不是被我当沙发店 那么简单了 韩芸呵呵笑道 听到这话 龙院一下子粘了 那种被支配的感觉 实在让他不忍去想 而在这时 拍品上的红布终于被扯去 映入众人眼帘的 是一大块黑乎乎的东西 像做假山 许多人 包括韩芸在内 基本上都猜到 那块布下 可能是陨石啥的 然而 现在在看到真相 实在让他们兴趣所然 这块石头实在太一般 看起来 就像从山里挖出来的 再加上其中毫无灵气波动 那些人就更加没兴趣了 从期待到失望 也就几秒钟 此时的拍卖场 已经不像之前那般火热 之前调戏红儿的中年男子 大笑道 这就是所谓的天外陨石 没想到 鬼岛现在 也玩这种欺骗人的把戏 就不怕笑掉别人大牙 哈哈 红儿见状 连忙开口道 这位客人 这种话可不能万说 这块陨石是 我们鬼岛费尽千辛万苦得来的 绝对货真价实 货真价实 你当我们一点常识都没 这块石头如此规则 表面光滑如镜 没有黑色绒壳 没有气流摩擦留下的气影液 还没有流纹或流线构造 如果我没猜错 这块石头 应该是从某个山沟沟里捡来的 之所以如此光滑 是因为被流水常年冲刷 这才导致表面如此光滑 这位红儿小姐 我们虽然受你魅术影响 但你的魅术就算再强 也不可能让我们变成傻子 所以 你就不用玩这种无聊的手段了 中年男子一脸得意 刚才还被人认定为色魔附体的他 瞬间变得睿智如妖 他站在那儿 享受着其他人崇拜的目光 这感觉 就是一个字 爽 活儿有些着急 正要解释 一个声音忽然响起 真是鱼不可及 书本上的基础知识学得挺好 实际上却蠢得像猪 在这儿一笑大方 不觉得丢人 众人寻声望去 只见一位戴着猪脸面具的人 从楼梯口出现 慢慢朝拍卖台走去 此人正是韩云 韩云本来对这个拍品并不感兴趣 我也曾想 乐乐竟然十分激动地向他传讯 乐乐的意思很简单 这块陨石内蕴强大力量 他若能吸收 说不定能恢复百分之一的力量 韩云立刻心动了 之前的倒气 只能让乐乐恢复万分之一的力量 现在一块石头能恢复百分之一 那还不是重宝中的重宝 如今 他身陷危机之中 急需提升实力 敏天剑变强 等同于他的实力增强 这样的机会 他当然不能放过 所以 他在房间里坐不住 急匆匆下楼 出现在大厅中 龙院也紧跟气候追了过来 他完全不知道 韩云想干啥 在楼上待得好好的 为毛要跑下来 那个中年男子听到这种话 顿时怒气 手指韩云 骂道 哪儿冒出来的野小子 竟然敢质疑老子 不要命了是不是 两名工作人员走到韩云面前 毕竟拍卖会有规定 不准随意走动 影响秩序 韩云嘴角微扬 轻笑道 贵宾是挺闷 我下来坐坐 不行吗 龙院则是淡淡地说道 这位是我们龙穴主宰 是天龙帝 难道身为贵宾 我们连这点小小的权力都没 龙院话音一落 那名中年男子瞪大眼睛 虽然隔着面具 看不到他的表情 但他惊恐的情绪 是掩盖不住的 龙穴主宰 在黑暗世界 就如死神般的存在 想当年 黑暗世界混乱不堪 各大势力互相厮杀 不得安宁 忽然有一天 一位自称是天龙帝的男人 横空出现大杀四方 最终镇压整个黑暗世界 如此可怕的大人物 那个中年男子 岂敢招惹 红儿用手 按着左耳的耳机 明显在聆听指令 很快 他点了点头 一脸微笑道 既然龙帝大人喜欢大厅 那就请您入座吧 来人 在第一排 为龙帝大人准备座椅 在场的工作人员 立刻行动起来 准备好圆桌座椅 就在最显眼的位置 红儿的目光 始终在韩云身上 虽然韩云戴着猪头面具 但他绝对相信 那张面具下 一定是一张帅的吊渣的俊脸 关于是天龙帝的传说 早就响彻全世界 许多怀春少女 都对他心生崇拜 红儿当然也不例外 如今 能近距离看到自己的偶像 他激动得有些合不龙腿 若不是自己还有任务 他现在都想主动上去搭讪 不过 这个想法没持续几秒 因为他感觉到杀气 正是韩云身边的龙院 以他对龙血的了解 立刻猜出龙院的身份 可以和是天龙帝出双入队 肯定就是龙血那位女暴龙 传说中 这位女暴龙杀人如麻 啥千人斩万人斩都无法形容 他咽了咽口水 还是算了 男人再珍贵 也没命珍贵 中年男人畅微微坐下来 他不敢再说话 生怕韩云出手 要了他的命 他感觉他的膀胱要爆了 双腿也在打摆子 因为他刚才竟然骂韩云 也小子 那可是龙血主宰 是天龙殿 别说骂他 就是动作上稍微有点不尽 都会引来杀身之祸 他感觉自己要完蛋了 绝对完蛋的那种 然而 就在这时 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 忽然站起身来 那人戴着猙獰的魔鬼面具 毫不客气地开口道 龙血主宰 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为何你如此确定 这块石头是陨石 说话可要拿出真凭实据 毕竟这是鬼岛 可不是你的一言堂 再说 你杀人的本事的确厉害 鉴定宝物这种事 你还是不要半门弄斧 一笑大方了 第134章 那就来吧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那个魔鬼面具男身上 面具下一个个是震惊脸 到底是谁这要牛逼 竟敢和是天龙帝硬碰硬 韩云瞥了那家伙一眼 哪怕他戴着面具 韩云也猜出他的身份 当年他以一敌寺 将黑暗四大势力 虐得体无完肤 四大天王一死三伤 死的那个 来自一个叫血魔的组织 首领名字叫血魔三世 之所以叫这个名字 是因为这个组织的每一任首领 都叫血魔 而韩云杀死的那个 正是第三代血魔 正因为韩云杀掉血魔三世 导致血魔组织差点负面 所以要问哪个势力 最恨韩云 毫无疑问是血魔组织 血魔组织的人 修炼一种叫血魔大法的邪术 每个人身上都散发出一股 让韩云厌恶的气息 韩云之所以杀掉血魔三世 就是因为被这股气息熏得很不舒服 一时火大 下手中了 韩云用平静的目光 扫了那人一眼 但笑道 你就是血魔第四代 看样子 血魔果然不行了 就连首领都这么愚蠢 底下的人得蠢到什么程度 魔鬼面具男 瞬间怒火爆发 杀气翻腾 恶狠狠地瞪着韩云 怒喝道 世天龙殿 你别太嚣张 我大哥当年一时不慎 被你暗算而死 这个仇 老子一定会报 那就来吧 让我看看 你这位血魔四世 到底有多大本事 韩云话音一落 一股比血魔四世 还要强大数十倍的可怕杀气 从他身上爆发出来 一时之间 整个拍卖会场的人都站了起来 脸色大变 三号贵宾室中 白灵睁大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韩云 哪怕有贵宾是有强大姐姐守护 依旧有一丝杀气冲入其中 白灵对韩云的气息十分熟悉 捕捉到杀气后 他立刻确定韩云身份 他 他竟然是 白灵一脸讶异 可转念一想 又觉得不可能 堂堂龙雪主宰 怎会出现在龙国 这也太不合理了 吴刚并不在一下面发生的事 他一直盯着白灵 心中无比诧异 白灵明明喝了果汁 怎么药力 到现在都不发作 这也太奇怪了 眼看一场大战即将开始 一个声音忽然在拍卖场中响起 两位贵宾 我乃鬼岛三岛主心风 我们鬼岛有规矩 禁止一切私斗 尤其是拍卖会场上 更加不允许 我不管你们是什么身份 实力有多强大 凡是敢在 我鬼岛闹事者 就是我们的敌人 心风人未到 生已至 当最后一个字落下时 他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拍卖台上 一股无比强势的气息 从他身上爆发出来 强大的实力 外加英俊的面容 一时之间 他俨然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韩云能感觉到 此人的实力很强 绝对不在他之下 而且这里是鬼岛 不是他的地盘 他没必要做得太过火 哼 那就给三岛主一个面子 晚点再要这小子的命 血魔似是冷哼一声 坐下了 韩云没说什么 也坐回自己的位子上 心风与红儿对视一眼 冲他点了点头 然后十分诡异的消失不见 红儿小心脏直跳 三岛主竟然对他点头 还对他笑了 在鬼岛 谁还能有这种待遇 就好像其他男人 对他没抵抗力一样 他对帅哥也没丝毫抵抗力 好一会儿 他才回过神 微笑面对众人 道 各位都是我们鬼岛邀请来的贵客 希望你们能暂时放下仇恨 让红儿可以顺利主持完 这次拍卖会 好吗 红儿软糯的声音勾魂夺破 不过 这次却没引起多大骚动 正如韩云所说 参加这次拍卖会的 都是各大势力的佼佼者 如果都随随便便被女人魅惑 找不到北 那他们怎么配得上高手之名 红儿的目光看向韩云 鼓足勇气 柔声道 是天龙地大人 您眼光独到 能否给红儿解个围 谈谈这件拍品呢 红儿很紧张 毕竟在和自己的偶像说话 他有点担心 韩云会不会直接拒绝他 那样的话实在太丢人 然而 让他没想到的是 韩云竟然微笑点头 道 举手之劳而已 那我就来谈谈吧 他站起身来 漫步走向那块大石头 随着他越来越靠近 他明显感觉 乐乐的情绪波动很大 如果不是韩云刻意阻止 估计乐乐 已经主动冲向那块石头 然后抱着他狂啃起来 然而 韩云却依旧没感觉 这块石头有啥特别 毕竟没有灵气波动 还是一丝都没的那种 韩云特别奇怪 如果这块石头真的如此普通 为毛乐乐会对气这么热衷 甚至到了口水直流3000尺的程度 韩云走到陨石边 一只手按在陨石上 然后淡淡地说道 这块石头从外表看 的确不像陨石 正如之前那位仁兄说的一样 更像是随便捡来的 但是 有一件事 大家不要忘了 陨石从空中坠落后 有一部分 不是立刻被发现的 他们坠落到哪个山沟沟里 常年受水流冲击 在流水的打磨下 它就会变得像现在这般圆润 韩云说到这儿 血魔似是不禁大笑道 荒谬至极 石头掉进山沟里 还被水流冲击 龙雪竹仔 你怕不是做梦吧 这么大的一块石头 若是从空坠落 会砸出多大的坑 你有没有想过 这样的地方还出现瀑布 还能有流水打磨 简直是滑天下之大击 有血魔似是带头 刚才那个中年男子 立刻有了勇气 冷笑道 有些人就这样 明明自己孤陋寡闻 却装作很厉害的样子 没想到 最终却是跳梁小丑 引人发笑 中年男子话音一落 在场许多人都大笑起来 那些人大多是韩云的仇人 看到韩云被羞辱 他们心里比谁都高兴 强倒众人推 关键时刻 他们当然都想站出来 狠狠踩一踩 然而这时 红儿却鼓起掌来 微笑道 是天龙帝大人 果然目光如炬 一下子就被你看出来了 没错 这块陨石 就是在一座大瀑布下发现 因为常年冲刷 这块陨石的形状 才会如此规则 光滑无比 我们鬼岛的专家 已经检查过 这块陨石 至少被冲刷上万年 上万年 却没让其彻底碎裂 足以证明 这块陨石的硬度非同一般 绝非繁品 由于陨石材质不明 拍卖价没有定太高 一亿龙国币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五百万 现在开始 第135章 拿回家自己玩吧 活儿做事特别果断 立刻开始拍卖 其实 这块石头 就是个烫手山芋 当年鬼岛 从万里之外 将它带回来 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这就算了 他们研究了这么多年 竟然啥都没研究出来 甚至有人想过 直接把石头打碎 看看核心部分有啥 结果 他们发现 这玩意儿的硬度 竟然超过金刚石 根本打不碎 实在没办法 他们将这颗陨石 送上拍卖台 唯一的想法 就是 多少挽回一点损失 不至于血本无归 反正这些拍品 最终只会卖给一个人 只要有一个人识货 比如寒云 那他们就不会吃亏 当一亿龙国币的价格爆出后 整个拍卖场都安静下来 一亿龙国币 对于这些大佬们来说并不多 但是 他们的钱 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如果这块石头真是陨石 一亿买回去 还不算亏 关键是 这石头很有可能不是 那就坑爹了 所以 一亿龙国币的价格爆出后 一分钟内都没人叫价 这时 韩云的嘴角扶起一丝微笑 看来 除了我之外 其他人似乎不太相信 这块石头是陨石 好 那我出一亿 我出一亿零五百万 韩云话音刚落 血魔似事 紧跟其后开架 哪怕隔着面具 韩云都能猜到他的表情 肯定是一脸见笑 得意无比 韩云扫了他一眼 淡淡的说了句 两亿 两亿零五百万 三亿 三亿零五百万 血魔似事 不紧不慢的加价 原本落入低谷气氛 很快又被点燃了 一般来说 只有遇到重宝 才会一亿一亿的加价 如今 为了一块破石头 韩云和血魔似事 竟然掐起来 这明显带着个人情绪吗 龙怨不禁皱眉 拉了拉韩云的胳膊 暗示他别再晚了 龙血虽然有钱 但也不能 被韩云这么浪费 老子可不怕你 龙国有个神话人物 叫孙悟空 法力无边 但是 却有一个克制他的人 就是 对了 如来佛祖 哈哈 就算你再厉害 也得被压在五指山下 韩云斜瞥了他一眼 冷笑道 没想到 你这个印国猴子 龙国话竟然说得这么好 还知道你们老祖宗的典故 韩云话音一落 立刻引来哄堂大笑 这比喻还真贴切 血魔似事正要发飙 韩云继续慢条斯理地说道 只可惜 你连自己是猴子还不自知 竟然妄想和我斗 简直不知死活 一亿一亿的加价太无聊 我出十亿 超过这价 你就拿回家自己玩吧 韩云说完这番话 坐回位子上 舒舒服服地靠着 闭目养神 这下子 血魔似事愣住了 韩云这是什么意思 刚才不是一副 要和他抢的头破血流的样子 胃毛忽然又躺平了 他之所以和韩云竞价 主要是想出口恶气 这颗一似陨石的玩意儿 其真正价值 一亿就顶天了 他没喊一次价 就等于让韩云多损失一亿 这种感觉实在爽翻天 他当然不想买这块石头 到手就是亏 损失好几亿的买卖 他才不想干 所谓的龙絮主宰不过如此 老子只是稍微陪你玩玩 你竟然蠢到把价位踢这么高 行你想要 那你就实意拿走吧 老子才不要 这破烂玩意儿 血魔似事哈哈大笑好一会儿 整个拍卖场笑声一片 特别欢快 韩云神色淡然 抬起头 对红二道 你还在等什么 还在等另一个冤大头 红二这才反应过来 有点紧张到 好 好的 十亿龙国毕第一次 十亿龙国毕第二次 十亿龙国毕第三次 成交 恭喜龙絮主宰 获得这块超级大陨石 祝贺您 红二话音一落 拍卖场里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在他们看来 红二这番话 纯粹是调侃韩云 杀伤力很大 龙怨很生气 他完全不懂 韩云今天到底怎么了 花十亿买一块废石头就算 还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是冤大头 龙怨就逼了狗了 既然知道 为何去当 这不是傻成吗 韩云是多名精明的一个人 怎么会 不对 有问题 难道这块石头真有猫腻 别人都看不出来 只有韩云看出来了 或者说 竟是龙珠的碎片 就在这块石头中 一念即此 龙怨心跳加速 看那块陨石的目光 也变得灼热起来 此时此刻 一号贵宾士 一位轻易老者临窗而立 静静地看着楼下拍卖台 他没有戴面具 因为他有着绝对强大的实力 足以让任何人 都不敢轻易招惹他 他双眼隐隐闪烁着清光 双眼有如扫描仪一般 扫射着那块陨石 许久 清光隐没 他眉头微皱 自言自语道 奇怪 那块石头没什么特别 为什么那小子 会如此拼命地抢那块石头 师父 这不稀奇啊 凡人争强斗狠十分正常 肯定 只是为了出一口气 师父根本就不用在意 一位穿着鹅黄长裙的 妙龄女孩轻哼道 这番语气 竟是连寒云都看不起 清一老者摇了摇头 但笑道 傻丫头 别人可以小看 可以称呼他们为凡人 那小子可不算 他师父与我是同辈 你要是看到他师父 还得喊一声师伯 啊 不是吧 那个凡人和我们一眼 都是修仙者 依我看 他不过是小小的午修 哪里能和我们修仙者相提并论 还自称什么龙穴主宰 是天龙地 名号大的下人 盛名之下 其实难复 黄群女孩依旧一脸不屑 轻一老者眉头一皱 沉声道 丫头 你最大的毛病就是骄傲自大 目中无人 此次带你入室 就是为了摸你的性子 让你改掉这些臭毛病 如果你始终执迷不悟 为师只能把你送回去 别别别 师父 我错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您可别把我送回去 黄群女孩连忙恳求 话没说完 一阵娇笑在房间中响起 清末老鬼 这么可爱的徒弟 你也舍得凶堂 小妹妹 来姐姐的房间 姐姐会好好疼爱你的 第136章 最起码 我给钱多点 这个声音一出现 清末脸色瞬间一沉 冷声道 银妹 你竟敢不知死活 亏是本座 就不怕本座把你灭了 清末话音一落 她的气息直接穿透墙壁 来到二号贵宾室 不但如此 二号贵宾室中 竟然凝聚出一个虚影 正是清末的模样 而二号贵宾室里 此时正端坐着一位白袍女人 毫无疑问 她是摩蒙此次派来的代表 就她一个人 端坐在二号贵宾室 清末投影 冷冷看着银妹 光是那眼神 似乎就能弯下一大块血肉 银妹却丝毫不拒 反而一脸微笑道 清末老鬼 你这脾气 真得改改了 小女子只是出于礼貌 和你打个招呼而已 至于这么凶神恶煞 剑拔弩张 我们摩蒙与你们道蒙修战多年 一直和睦相处 难道你要为这件小事 以大欺小 欺负我这个弱女子不成 以大欺小 弱女子 银妹 你说这种话 难道不觉得脸红 你的真实年脸 估计和老夫差不了多少 还在这装什么呢 清末说话毫不客气 银妹的脸色 立刻晴转多云 逐渐阴沉 冷声道 老鬼 难道你不知道 调侃女人年龄 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礼貌 和你这种魔头 还需要讲什么礼貌 说吧 你我来这儿 到底有什么事 老夫可没时间和你浪费 清末说话依旧不客气 但杀气却明显收敛几分 银妹邪妹一笑 道 还是老鬼你了解我 整个盗门 我也就看你最顺眼 那我们就开门见山 别玩那些弯弯绕 你对下面那小子怎么看 他师父号称掌控天机 既然派他来 恐怕这次的传闻 很有可能是真的 哼 是真是假又如何 我们盗魔不两立 说再多话 都只是废话 清末语气冷硬得很 银妹却无嘴轻笑 道 清末老鬼 你别这么死亡 不好不好 我们某某与盗盟 如今和睦相处 我们为了展现诚意 甚至撤了一部分 去了国外 不给你们添堵 你们倒好 一直以来对我们 依旧充满敌意 人家的心啊 都碎成一片一片了 不信你摸摸 银妹说到这儿 主动朝清末投影凑去 清末投影毫不客气 点出一指 竟然射出一道剑气 银妹没有应接 身影一闪 躲过这一击 娇笑道 清末老鬼 你怎么一声不吭就出手 这样也算是一代宗师 我真为你感到脸红 对不知死活的邪魔 老夫一向不会客气 你想和老夫说话 那就好好地说 别动手动脚 至于你刚才那番歪论 在老夫看来 只不过是个笑话 你们转战国外 不过是想将魔爪伸向世界 因为你们知道 我们道门不会那么做 国外的黑暗世界 基本上都被你们掌控 若不是那家伙从中作梗 创造龙穴 估计你们已经彻底 统一黑暗世界 清末老鬼 我们能别说这些多余的废话 说说那小子吧 我怀疑竟是龙珠的碎片 就在那颗陨石里 所以那小子才会 不遗余力地将他夺到手 因为插开话题的手段 有点生硬 显然 他不想再继续之前的话题 清末冷笑一声 道 我有道眼 你有魔眼 那块石头是什么 里面有什么 根本逃不出你我的眼睛 奉劝你一句 最好别对那家伙的弟子 动歪脑筋 那家伙疯起来 谁都不怕 到时候给你们磨磨惹麻烦 清末说完这番话 投影逐渐消失 哪怕贵宾室的结界 再怎么强大 对清末银媚来说 都如同无误 银媚轻吼一声 愤愤道 死老鬼 还是一如既往的讨厌 算了 他蠢 老娘可不蠢 我一定要好好盯着那小子 我就不信 他露不出马脚 韩云的拍品 被暂时送往仓库 毕竟拍卖会还没结束 那么大的东西 也不少接受 韩云坐在椅子上 向事者要了杯罗马尼康帝 抿了一口 一脸享受 这几个月 一直过着清平生活 现在终于能享受一下了 龙院贴着韩云坐下 暗传音道 师弟 你那么拼命地买下那颗陨石 难不成 那颗陨石里面 有净是龙珠碎片 你快和我说说 你是怎么发现的 我好学习学习 净是龙珠碎片 师姐 你想多了 我没发现 那里面有什么碎片 只是纯粹买着我而已 毕竟 我刚才力排众议 说那颗石头是陨石 要是我不买下来 多不好意思 而且 那个血魔似是一直嘲讽我 我特别不爽 脑子一热就买了 才十亿而已 不算啥 师姐 你应该不会怪我吧 韩云一脸诚恳地看着龙院 虽然有面具遮挡 但诚恳的目光 是不会骗人的 龙院的怒气质不断攀升 如果不是这么多人在 他已经发飙揍人了 不怪你 那可是十亿啊 你拿这么多钱打水漂 这钱你得还我 不管你怎么搞钱 哪怕出去做鸭 都得一分不少的还清 龙院恶狠狠地传音道 韩云的额头一片黑线 龙院这番话 刺激程度爆表 做鸭还十亿 这得做多少年 一万块一碗 一年不眠不休 才三百六十五万 十年三千六百五十万 一百年 韩云越想脸越黑 这么搞下去 他就算铁杵磨成针 估计都还不晚 他尴尬地笑了笑 传音道 师姐 我和你开玩笑的 这颗陨石肯定有货买下来 绝对不亏 我保证 龙院冷哼一声 也可以另当别论 最起码 我没完点钱更多点 你考虑考虑吧 龙院话音一落 发现韩云又在装听不到 气得他很想走人 接下来的拍屏 继续按清单来 根本记不起韩云半点兴趣 韩云索性来了个葛优躺 躺在椅子上 三号贵宾室 吴刚目光灼灼地盯着白铃 他完全搞不懂 为毛要笑道 现在都没发作 这可是他花大价钱 搞来的好东西 不可能没效果才对 难道是计量不够 吴刚正疑惑时 原本正认真凝视拍卖台的白铃 脸色忽然一变 白皙翘脸瞬间飞红 似乎有一股炙热的气息 在他丹田里爆发 他的身体晃了晃 差点没站稳 吴刚心中一喜 等了这么久 终于等到这一刻 白铃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慌乱间 他忽然瞥见吴刚 发现吴刚正一脸迎笑地看着他 就算用脚趾头 想也知道 一定是吴刚搞的鬼 刚才那杯果汁有问题 他跌坐在椅子上 挣扎着想运转真气 压制重要力 可是他越运转真气 脑袋就越浑沉 连坐都坐不稳了 这时 吴刚仰天大笑几声 道 玲玲 别白费力气了 这可是鬼岛特制的春药 一旦吃下去 先是头晕目眩 然后失去意识 再然后发挥女人的本能 嘖嘖嘖 到时候你肯定会特别疯狂 甚至会求我上你 我真的很期待 非常期待 哈哈哈哈 吴刚笑得十分疯狂 白玲恶狠狠地瞪着吴刚 咬牙切齿道 吴刚 你竟敢用如此下作的手段 你 你不会有好下场 哈哈 好下场 我要什么好下场 等我得到了你 再看看 你到底听不听话 听话的话 就不杀你 让你成为我的女人 不听话 呵呵 那你就不用回龙国了 反正这里是鬼岛 死个人什么的 还不正常的很 吴刚说到这儿 脸上的笑容愈加猥琐 白玲咬了咬嘴唇 继续催动真气 想逼出要力 可是这一切都是徒劳 他能感觉到 他的意识正在失去 快撑不住了 他咬了咬嘴唇 拔出匕首 一刀便要朝自己心脏刺去 哪怕是死 他也绝对不能让吴刚得逞 而且 他只要死在这个包厢里 就算吴刚再怎么手段通天 也不可能瞒得过鬼岛的人 到时候 吴刚一定会付出应有的代价 然而 吴刚的动作却更快 他一个闪身 出现在白玲身边 一把抓住白玲的手腕 微微用力 便将匕首甩掉 玲玲 你这又是何苦 其实男女之事还是挺舒服的 尤其对女人而言 你呢 又吃了春药 一会儿肯定会不断达到巅峰 爽得一塌糊涂 有句话说得好 人生就像QJ 如果不能反抗 那就好好享受 你现在根本反抗不了 何必做无谓的挣扎 哦对了 忘了告诉你 这种春药十分特别 你越想逼出它 它的药力就释放得越厉害 唯一可以帮你的人就是我 不要反抗 好好享受吧 吴刚说到这儿 伸手去摸白玲的脸 当她的手即将碰到白玲脸颊时 白玲猛然发力 竟将吴刚推开 然后自己狠狠朝窗户玻璃撞去 第137章 不觉得脸疼吗 白玲这一撞力道很大 整个贵宾室都震了一下 可是贵宾室的玻璃特别硬 她奋力一撞都没撞碎 这一撞让她彻底没了力气 只能趴在玻璃上 一脸无助地看着窗外 然后慢慢晕了过去 拍卖场中人还在狂热地喊架 热闹无比 只有韩云忽然睁开眼 目光扫向第三贵宾室窗户 她看到白玲的脸 充满了无助与悲哀 韩云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 然后静止朝楼上冲去 会场的工作人员 没来得及阻止 韩云已经冲上楼 正当她来到三号贵宾室门口时 两名鬼岛高手拦住她 这里是龙神殿贵宾室 来人直播 您是四号贵宾室 龙穴的贵宾吧 请您遵守鬼岛的规矩 回到自己的房间 谢谢 韩云一眼就看出 这两人的实力都超越先天境 先天境高手 在外面绝对是宗师级别的高手 可是在鬼岛 这样的高手只能看大门 光从这点就能看出 鬼岛之水 深不可测 韩云眉头紧皱 沉声道 这里面出事了 我得进去救人 请你们让开 出事 先生 您可能不明白 贵宾室是贵宾的私人领地 里面真发生什么事 会通知外面的 而且里面的人都是同一势力的人 他们如果内部发生什么争斗 也是他们的私人问题 外人不得干涉 这也是我们鬼岛的规 去你麻痹的规矩 都给我滚开 韩云瞬间火了 人命关天的事 这两人说的如此轻描淡写 感情里面就算杀人分尸 鬼岛也不会插手 这是什么混账规矩 两人反应很快 立刻进入战斗状态 其他地方的工作人员 也以很快的速度赶过来 这时 龙院终于从楼下跑上来 身后还跟着龙雪一众高手们 到底怎么回事 你怎么和他们干起来了 龙院沉声问道 没时间解释 救人要紧 事件 抱拦住他们 我要出手了 韩云话音一落 手掌一翻 明天剑出现在他手中 鬼岛那群人顿时紧张起来 他们当中有人认出韩云 龙雪主宰 是天龙地的威名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与此同时 一号二号贵宾室的人 都发现外面动静 清末和银妹都没出来 但用精神力便能探查外面情况 这小子和他师父一样 都是胆大包天的主 清末自言自语道 银妹其实早就知道 三号贵宾室发生了啥 甚至准备看场春宫戏 未曾想 韩云竟然杀出来阻止 这让他感到十分意外 没想到 那家伙的弟子 竟然这么有正义感 这可不是那家伙的风格 有意思 真有意思 我倒想看看 这小子还能给我多少惊喜 银妹自言自语 嘴角扶起一丝玩味的微笑 这时 韩云已经冲到二号贵宾室门前 挥剑朝房门劈去 鬼岛那群高手们 怎能任由韩云肆意妄为 他们连忙出手 意图阻止韩云 龙院他们 当然不能让韩云吃亏 立刻迎上去 为韩云挡枪 剧烈的打斗 终止了拍卖会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集中到楼上 他们无比震惊 龙血的人 胆子也太大了吧 竟敢在鬼岛的地盘上 和鬼岛的人动手 血魔似是激动的发抖 这叫什么 不做死就不会死 韩云就算再厉害 但这点人 也别想在鬼岛掀起风了 要是斗得猛一点 小命丢在这儿 那就太完美了 二号贵宾室里 吴刚正准备 八白铃衣服 忽然听到门外 一阵吵闹 这让他感到很不爽 办正事呢 外面就不能安静点 不过对这些 他也不太在乎 只要他在贵宾室里 就受鬼岛的保护 外面就算吵翻天 打翻天 也不会有人 来打扰他的好事 他可以尽情享受 肉体上的欢愉 淋雨欲的碰撞 光是想想 他就觉得血脉奔张 浑身一阵燥热 小玲玲 哥哥来爱抚你了 吴刚伸手去 谢白铃的扭扣 由于太激动 小小的扭扣 他竟然解不开 他很恼火 直接扯掉白铃的外衣 露出白皙的香肩 胸口一小片雪白 吴刚更激动了 双手都在发抖 他咽了咽口水 骂骂咧咧道 你这个贱员 非要撞玻璃 竟然撞晕了 老子为你吃的是春药 又不是迷药 晕了多没意思 算了 反正都是一样爽 不管了 吴刚正准备继续撕扯 忽然 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涌上心头 只听一声轰鸣 映如金刚的房门 竟然被韩云一箭劈开 他此时的丑态 竟现旁人眼底 原本正在外面 打斗的众人都停下动作 目光齐齐看向吴刚 吴刚愣了几秒 很快反应过来 冲韩云大骂道 你们是什么人 这里是贵宾室 谁让你们闯进来的 鬼岛的人呢 你们就是这么保护贵宾的 老子可是龙神殿的特派员 难道你们想和我们龙神殿作断 吴刚话音刚落 韩云瞬间出现在他面前 一拳朝他面门轰去 吴刚毕竟是龙神殿地组高手 很快反应过来 先是退了两步 然后一拳迎了上去 双拳碰撞 吴刚感觉一股惊人的距离袭来 他的身体直接被轰飞 狠狠撞在贵宾室墙壁上 贵宾室的墙壁极其强韧 哪怕吴刚撞的吐血 也没撞出一点痕迹 韩云打飞他后 静止走到白灵面前 虽然他和白灵不熟 但不知怎的 看到白灵身处险境 他还是忍不住出手救了 他也想不通 一向杀人如马 人情淡漠的他 为何现在会变得多管闲事 难道只是因为白灵长得漂亮 绝对不可能 他不是那种人 韩云脱下外套 盖在白灵身上 吴刚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 冲韩云怒吼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和我女朋友亲热 你们凭什么闯进来 我告诉你 我是龙神殿地族 吴刚话没说完 韩云再次出手 猛地扼住吴刚的喉咙 恶声恶气道 和你女朋友亲热 下药亲热 强迫亲热 龙神殿一直以正义自居 自称龙国守护者联盟 怎就出了你这样的败类 鬼岛归顺龙国 与龙神殿关系密切 怎又成了藏无纳垢之所 没想到到头来 还是我这个黑暗杀手组织头目出手救人 你们就不觉得脸疼 第138张 是你们自己不要脸 韩云一番话 让吴刚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鬼岛高手们脸被打得啪啪响 的确 里面人就算真的云与无山 春宵一度 是自愿的 他们没资格管 但是 如果里面发生强迫事件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鬼岛必须保证每一位客人的安全 白灵来自龙神殿 是龙神殿的贵宾 如果白灵在鬼岛上被侵害 那么身为东道主的他们 想置身事外 绝对不可能 很快 三岛主兴风再次出现 贵宾是发生这么大的事 作为这次拍卖会的负责人 他怎能不到场 发生什么事了 是谁在我鬼岛闹事 兴风霸气侧漏 目光看向韩云 凶狠无比 这时 吴刚竟然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 一脸挣扎道 新岛主 是这家伙 我和我女朋友亲到农时 正要亲热 他劈开房间门闯进来 他还诬陷我 说我给我女友下药 这可能吗 我和我女友如此相爱 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 我 你有没有做 我说了不算 三岛主 你是这次拍卖会的负责人 你有义务保护证 所有人的安全 试想一下 如果这位受害者小姐 被人下药施暴的事传出去 你们鬼岛的脸面 还能保得住 而你作为第一负责人 想独善其身 可能吗 韩云这番话 字字诛心 兴风的脸色 顿时难看起来 目光看向吴刚 都是狠色 现在 你们俩个执意词 我也不知道 到底谁说的是真话 那就简单点 先让我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兴风说吧 目光看向韩云 龙雪主宰 对于本岛主的提议 你应该没意见吧 韩云嘴角微扬 当然没意见 那就请三岛主 你检查吧 韩云为兴风让路 兴风走上前 伸出两根手指 搭在白领手腕上 检查的同时 兴风与吴刚对视几秒 韩云不禁皱眉 因为他嗅到阴谋的味道 果然 兴风抬起手后 冲韩云微微一笑 龙雪主宰 你想多了 这位女士并没被下药 只是不小心晕了过去 可能是他们 小两口闹矛盾 争吵打斗时 不小心撞到脑袋 晕了而已 你也是午休 你应该知道 午休情侣和一般情侣不一样 他们之间出现争吵时 难以避免会动手 拳脚无眼 受伤也很正常 龙雪主宰 你的反应实在太过激 毕竟这是龙神殿的事 还是他们小两口的矛盾 你贸然插手 有点过分了 不过呢 看在你救人心切的份上 这次就不追究你 你和这位吴先生道个歉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欣风一口气说了一大堆 而他的话 在这很有分量 许多人听完后 丝毫没有任何怀疑 龙愿走到韩云身边 冲他眼神示意 让他不要多管闲事 他们师父早就说过 让他们和龙神殿保持距离 能不接触 就别接触 韩云现在不但接触 还出手干涉龙神殿的事 实在很不应该 乌刚已经压住翻腾的气血 伤势稳定下来 起身 冷冷看着韩云 道 一句道歉就可以了 我和我女朋友闹着玩 和他有什么关系 他贸然闯进来 还污蔑我下药QJ 甚至出手打我 我的身心受到创伤 名誉受损 其实简单的道歉就能解决 兴风道主 请您出手 将他抓起来 让他受到应有的教训 吴刚话音一落 兴风想杀人的心都有了 他已经故意偏袒吴刚 因为这个 他冒着极大的风险 让韩云道歉 也只是走个过场 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解决这次事件 可是吴刚竟然不知好歹 不知进退 还想把事情搞大 简直愚蠢至极 他阴沉着脸 冷声道 吴刚先生 本岛主已经说了 龙雪主宰之所以出手 只是一场误会 你和你女朋友 闹出这么大动静 还在如此重要的场合上 你觉得合适吗 如果你还提出 如此无理的要求 那就别怪我上报 龙神殿高层 让他们来处理吧 别别别 兴风岛主 是我的错 我认错 我听您的 不要他赔偿什么 只要他诚心道歉就可以了 那个谁 你可道歉 然后滚出我的房间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吴刚大声嚷嚷 说话毫不客气 韩云静静地看着他俩表演 嘴角扶起一丝微笑 道 你们的戏演完了没 演完的话 可以轮到我了吧 韩云话音一落 四周一片哗然 韩云这话是什么意思 兴风明明在帮韩云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为何韩云还如此不识好歹 竟然还污蔑兴 这就是在场 鬼岛高手们的想法 而龙愿等人 则是脸色一沉 他们对韩云的信任 也是百分百的 顺着他给的台阶下 万万没想到 韩云竟然如此执拗 竟然拆穿了他 他就想不通了 这明明是龙神殿的事 身为龙血主宰的韩云 为什么一定要掺和进来 他早就听说过 龙血和龙神殿 向来井水不犯河水 彼此之间没有丝毫接触 韩云为毛对这件事如此上心 他看了一眼白铃 的确 这女人很漂亮 很吸引人 可是为了一个女人 得罪龙神殿和鬼岛 把事情搞得不可开交 有意义吗 他咬了咬牙 对韩云传音道 龙血主宰 这件事关乎我们鬼岛 和龙神殿脸面 能否高抬贵手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如何 韩云嘴角微扬 竟然不用传音 直接开口道 不好意思 三岛主 我不喜欢鬼鬼祟祟 有话我就直说 不传音 心风心里更慌 连忙喊道 龙血主宰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韩云呵呵笑了笑 道 三岛主 听不听懂是你的事 我不管 我现在只想表达我的想法 脸面什么的 不是让你们丢的 是你自己不要 关我屁事 你说他没被下药 那我就简单证明一下 到底有没有 韩云说吧 运转真气 一直点向白灵眉心 第139章 我终究是人 韩云的做法很简单 就是唤醒白灵 只要将白灵唤醒 身中春毒的他 就会展现出中毒状态 如此一来 心风快就算再怎么洗 也没鸟用 心风立刻出手阻止 可是 他的速度没韩云快 韩云不但一直点中白灵 还顺势挡住心风的攻击 心风的攻击方式挺狠辣 直接一拳轰向韩云脑袋 这一拳 他至少用了五成力 可是 韩云竟然轻松挡下来 身体都不晃一下 心风大惊 他虽是突然出手 但也用了不少力量 韩云呢 只是随意一挡 竟然就挡住了 我刚想都没想 立刻冲过来攻击韩云 韩云只是回头瞪了他一眼 竟然用杀气震慑他的心神 吓得他僵住身体 动弹不得 三岛主 你怎么好端端地对我下狠手 难道说 你不想让我救醒他 不想让真相公主于众 韩云冷笑道 话音一落 原本昏厥的白灵英明一声 渐渐行转过来 让众人震惊的是 白灵醒来后 竟然第一时间抱住韩云 然后一个劲地扒拉他的衣服 最要命的是 白灵口中还一个劲地喊着我要我要 那软弱的声音 光是听听 就让人浑身苏码 这般模样 这般动作 只要有脑子的人都知道 他绝对被人下了药 还是威力急猛的药 韩云连忙出手 在他眉心点了一下 白灵这才停止动作 昏睡过去 韩云一边和兴风保持对拼状态 冷笑着说道 三岛主 你现在还想说 他没被人下药 难道 睁着眼睛说瞎话 就是你们鬼岛的风格 兴风的脸色十分难看 如果不是顾忌太多 他真想把韩云他们杀了灭口 他也不至于尴尬至此 可转念一想 韩云实力极强 他不一定干得过 还是算了 他勉强挤出一丝微笑 道 龙雪竹仔果然厉害 不但实力强劲 医术也比我高 刚才本岛主有些失误 竟然没看出 这位女士中了春毒 来人 把吴刚抓起来 关进黑玉 等候发落 是 三岛主 很快 吴刚便被鬼岛的人抓走 连反抗的机会都没 这也正常 他被韩云两次重击 一次物理攻击 一次精神攻击 没死就不错了 抓走吴刚后 兴风又一脸微笑地对韩云道 龙雪竹仔 这次是我处理不当 做事鲁莽 还请阁下海涵 这位女士就交给我们吧 我们有最好的医生 区区春毒 一定能很快去除 不用了 既然是我出手救的人 当然要管到底 就不劳三岛主费心了 韩云打断兴风的话 淡淡地说道 兴风双眼微眯 道 龙雪竹仔 你别忘了 这位女士是龙神殿的人 如果她有什么闪失 我怕阁下承担不起 我们鬼岛和龙神殿是盟有关系 由我们来治疗 天经地义 龙愿秀眉微醋 传音道 韩云你在搞什么 他们想治 就让他们治去 和你有什么关系 难不成 你和这女人认识没多久 又看上她了 你他妈属猪的是不是 好好的人不当 想当种猪 韩云差点没扛住 龙愿画风太锐利 杀伤力太大了 她连忙传音解释道 师姐 别乱说话行不行 我之所以这么做 只是出于对这女人的怜悯 俗话说得好 救人就到底 送佛送道西 如果把她交给鬼岛的人 那些人对她做点不该做的 我岂不是害了她 师姐 我的事 你别管了行不 难道我连这点 最基本的自由都没 龙愿冷哼一声 传音道 自由 你再自由下去 真的后宫家里三千了 你最好悠着点 别到最后没法收场 哼 花心大萝卜 渣男 龙愿的不满 都写在面具后面的翘脸上 韩云只能装眉听道 目光看向心风 语气淡漠道 交给你 我不放心 三岛主 给你一个两个选择 第一 你把人带走 我保证 明天关于这件事的传闻 就会传遍全世界 鬼岛与龙神殿的脸面丢尽 作为第一责任人的你 岛主之位 估计保不住了 第二 这人交给我来治 发生任何事我负责 今日之事 我保证不会外传 当然 如果是你的手下们传出去 那就不能怪我了 我的耐心有限 只给你三秒考虑时间 一 韩云一番话 惊掉鬼岛一群人下巴 韩云竟然敢和心风讲条件 不对 不是讲条件 而是红果果的威胁 这里可是鬼岛啊 兴风在自己的地盘上 被外人威胁 这何止是打脸 脸都肿了好不好 龙血主宰 你不要欺人太甚 本岛主可不是你随意可以揉捏的 二 是天龙帝 一 三 三岛主 既然你已经做出选择 那么 好 人交给你 兴风果断喊出一声 然后转身便走 毫不犹豫 鬼岛众人再次惊呆 他们很快反应过来 跟着兴风一起离开 带远离三号贵宾室后 兴风才停下脚步 杀气冲天 他恶狠狠地瞪着鬼岛众人 冷声道 今日之事 禁止外传 否则 死 是 三岛主 龙院确定兴风离开 这才急切开口 你是不是疯了 好好的 你和鬼岛的人闹什么呢 这女人是龙神殿的 她的死活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 我真搞不懂你 你这么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龙院十分不爽 韩云这么做 等于把兴风得罪死了 龙神殿倒是无所谓 是他们自己出的败类 怪不了韩云 可是 鬼岛不一样啊 他们现在还在鬼岛上 处处受鬼岛的约束 要是他们玩什么阴险手段 他们岂不是如真上鱼肉 任人宰割 韩云看着昏睡中的白灵 淡淡地说道 或许是我的人性恢复了吧 我终究是人 不是野兽 师姐 帮个忙 把他抱到我们的房间 我要为他治疗 帮他治什么 我们还要关注那些拍品 要是错过神奇碎片怎么办 龙院依旧一脸不满 韩云索性不管他 抱起白灵 就往门外走去 白灵见韩云抱别的女人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可又无可奈何 只能气呼呼地跟在韩云身后 他们回到四号贵宾室 关上门后 韩云的脑中 忽然响起乐乐的声音 主人 有三股强大的精神力 正在窥探您 需要我为您屏蔽吗 第140章 你就是韩云吧 韩云脑筋一转 就知道窥探他的人是谁 鬼岛给每个贵宾室 设下的结界虽然强大 但是再强大的结界 也挡不住某些真正的强者 比如盗盟和魔盟那些人 韩云有些诧异 传音道 乐乐 以你现在的实力 能挡得住 且不过是几只蝼蚁而已 虽然我现在实力恢复不足万一 挡住他们窥探 还不轻而易举 你看着好了 乐乐话音一落 韩云手掌中出现一股暖流 那股暖流很快流遍全身 再释放出来 笼罩整个贵宾室 与此同时 无论是清末还是淫媚 都面露金色 因为他们用来探查的精神力 竟然被一股强大的力量阻挡了 清末眉头紧皱 自言自语道 奇怪 那小子竟然还藏着这样的底牌 看来那个老家伙 对他相当重视 宝卧 一定有宝卧 二号贵宾室的淫媚惊喜喊道 眼神之中净是贪婪 这也是这些修抹者的特性 但凡有宝物 肯定不放过 不过转念一想 他就冷静下来 还是算了吧 韩云背后那人 可不是他能惹的 别搞到最后 没吃到羊肉 还搞得一身骚 然而 在拍卖场的顶楼 一间密室中 一位正在练功的中年男子 忽然睁开眼睛 一脸惊讶道 那小子用了什么手段 难道他身上有重宝 那个老家伙 人性单薄 吝啬鬼一个 怎会把好东西送给他徒弟 不行 我得去找老大商议一下 中年男子话音一落 转身跨出一步 竟消失在密室中 四号贵宾室里 韩云已经做好一切准备 正要帮白灵治疗 忽然发现 龙院竟然还在这 他一脸疑惑地看着龙院 道 师姐 你不是说 拍卖会不能错过吗 怎么 我没错过拍卖会啊 我们本来就在这个房间 是你非要跑下去 现在回来了 我当然要在上面看戏 我可是贵宾 龙院的语气特别认真 可以想象 他的表情应该也差不多 韩云知道他的小九九 不再多说 举出一根三棱针 在白灵十指式喧学上 分别刺了一下 很快 十根手指都流出鲜血 都是正常颜色 然而 当韩云将手按在他丹田处时 随着真气的不断注入 白灵体内的春毒药力 全被激发 白灵英明一声 发出勾人心魄的声音 这声音 一般人绝对扛不住 眼看白灵即将醒来 龙院果断一记手刀 劈在他脖梗上 将他打晕 韩云顿时一惊 还没来得及说话 龙院就哼哼道 举手之牢 不用谢我 你继续吧 他真明是想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生怕他和白灵发生些什么 真是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 他多么纯洁的一个人 怎会做出那种丧心病狂的事 可回想一下 他和秦梦兴 貌似就是这么睡一起的 这让他感到有点尴尬 很快 随着他的治疗继续进行 白灵的手指头流出的鲜血 变得乌黑 那些都是存在于白灵体内的剧烈春毒 黑血一直流了近五分钟 才变回鲜红色 看到这种颜色 韩云才松了一口气 白灵体内的毒素 终于清除了八九成 至于剩下的毒素 以他自身的代谢能力 完全可以清除 不过因为失血过多 白灵现在的状态有点差 脸色苍白如指 韩云看了一眼 正偷看这边的龙院 微笑道 师姐 能不能给我一颗龙血丹 他失血过多 需要补一下 龙院立刻瞪大眼睛 嚷嚷道 你说啥 要我给你龙血丹 开什么玩笑 他失血过多关我什么事 为什么要我大出血 龙血丹很珍贵的好不好 韩云嗷了一声 道 好吧 那嗷领无处的修炼方法 也很珍贵 就不教你了哈 龙院听到这话 顿时怒火翻腾 咬了咬嘴唇 掏出一个瓶子 倒出一枚丹药 扔给韩云 拿去吃 吃死他 韩云嗅了一下 确定是龙血丹 这才塞进白灵口中 龙血丹入口即化 变成一股暖流 流遍白灵全身 在强烈的刺激下 白灵忽然睁开眼 刚好与带着猪头面具的 韩云对视 他吓了一跳 竟然直接出手 朝韩云打出一拳 韩云反应很快 一把抓住他的小手 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救了你 你还打我 白灵这才反应过来 这里不是三号贵宾室 乌刚也不在 他连忙检查了一下衣服 发现没被人动过 不过 地上那一滩血 看起来挺吓人 飞乎乎的 心臭得很 你中毒很深 毒素已经侵入内脏 我用蒸气 将你体内的毒素 全部逼入血液 再通过实宣放血之法 将毒全部放出来 这些毒血 都是从你体内逼出来的 我给你吃了丹药 你回去再调养一阵子 就能完全好了 韩云的语气十分平淡 仿佛在说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白灵毕竟不是一般人 他的心情很快平静下来 双目直直地盯着韩云 道 阁下就是龙血主宰 是天龙地吧 感谢您出手相救 大恩大德 莫齿难忘 韩云被白灵 盯得浑身不自然 有种直觉告诉她 白灵肯定已经识破她的身份 但是被识破又如何 只要她咬死不承认 白灵还能主动掀她面具 一念及此 韩云的心无比平静 微微一笑 道美女严重了 路见不平 自然拔刀相助 我既然看到 就不能坐视不理 见死不救 不过 你以后要小心点 一些道貌岸然的家伙 往往最危险 防不胜防 多长一个心眼才最重要 白灵依旧直勾勾地盯着韩云 点了点头 道 谢谢龙帝阁下的教导 白灵已经铭记于心 不敢忘记 对了 龙帝阁下 我有个问题想问您 不知您能否给我解惑 韩云有点慌 这女人刚刚经历这种事 不是应该很紧张 很疲累才对吗 怎么还有心思问东问西 最重要的是 身为龙神殿普通成员的白灵 看到她 这位龙雪主宰 赫赫有名的是天龙帝 肯定会更加紧张 甚至忍不住顶礼膜拜 然而 白灵却如此淡定 简直匪夷所思 韩云努力稳定心神 微笑道 白小姐想问什么 尽管问吧 只要在下能回答 一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 你就是韩云吧